男孩刚出生就将父母唯一的希望彻底毁掉 他天生就失去了一只幼饼 不仅遭受父亲的唾弃 母亲还整天叫他别再活下去 只因家族的死对头卡金生下来就天赋异禀 五岁时达文刚学会如何握件 但卡金早已吸得高超剑术 母亲无法接受现实整天借酒消愁 父亲最终也忍受不了 将达文以30枚金币的价钱 卖给家族的死对头当作奴仆 而卡金本身就看他不顺眼 每天都将达文绑在雪地里用鞭子插拔 还不断嘲讽他出生注定就是个失败者 可达文是家族的庞系 身为长辈的没有一人站在他这边 而后卡金对达文的虐待越发猖狂 每天都要把他打到头破血流才肯收手 但就是在这种不断打压之下 达文想要变强的念头逐渐扎下登基 他无时无刻都在练习剑术 想着有朝一日定要将那个人踩在脚下 旁观卡金则是修炼懒惰沉醉在美色之中 可即使这样 单靠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可以轻松捏爆他 但达文想超越他的心绝不因此动摇 而那天也终于来临了 在一年一度的比剑大会上 达文被选中和卡金进行见地之战 此刻他已不再是那个弱小的少年 任凭卡金肆意地挥剑进攻 达文都可以毫不费力招招应对 只见他眼睛突然散发凶光 挥动手中的大剑重重劈下 一道紫色剑气迅猛地朝卡金冲去 散发出的光芒不断刺激着他的眼睛 可就在卡金愣神之际 达文早已顺闪到他的头 紧接着一击中斩披下 卡文虽举起剑连强抵挡住 但自古对波左边疏 哄得一声巨响 擂台瞬间被爆炸产生的余波笼罩住 而等烟尘散去后 只见达文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观众席纷纷响起激昂声援 而这也是他八十败以来首次战胜卡金 你不就是出生运气好点吗 如果我是你的话 绝对不会当你这种剑他失败者的走狗 达文怼完后便转身走出擂台 突然他的瞳孔急剧缩小 卡金净卑鄙的用剑从背后偷袭 但此刻的达文仍是微笑面对 因为他证明了即使是断壁 杭系仍然可以战胜直系 然而被誉为萨米翁家族的最强圣剑刺中后 不管任何人都将必死无疑 可就在达文昏厥之后 那个神秘人出现了 男人每被他的哥哥虐待一次 他的实力就会强大一分 而到29岁时男人早已达到巅峰最强 他打败了平时对自己疼爱有加的哥哥 从断壁最弱变成了世人敬仰的见底 但卑鄙的卡金净刺穿了达文的胸膛 而就在他即将面临死亡时 能够治愈万物的圣女出现了 所幸在他的魔力下达文性命得以保住 可等他再次醒来后 却是被绑在了椅子上 这时典玉长愤怒地呵斥他 你这肮脏的庞系 为了能够战胜卡金大人 竟与魔鬼签订契约 活计了三百度无辜的孩子 我已将你的魔力全部封印 以家族名誉判处你终身监禁 只见达文咧嘴一笑 果然只是战胜了卡金 却没能战胜整个萨米翁家族 随后达文就被禁闭在了监狱之中 可这时卡金出现了 我亲爱的弟弟 多亏了你我才能成为见底 失败者永远都是失败者 之后还故意减少分配的食物 最终达文屈辱地被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可就在他彻底死后 他竟感受到右臂有着疼痛感 眼前还有个大叔骂骂咧咧叫育着他 这是一段记忆突然涌入脑中 等等 我为什么是阿登卡家的第七儿子文森 然而大叔见文森转头没有理会 便想要教训他一番 只见达文全身弥漫着杀气 一掌重重地打在他的胸膛上 直接就将他击飞出十米开外 但这威力却大到自己难以置信 连忙过去伸手想扶他起来 但大叔并没有领情 反而是奉劝他 别以为你是直系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儿子今后定会打败你的 你就等着成为直系的笑柄了 达文也回想起这就是父亲说过的话 结果他就成为了失败者 但达文并没有多想 他从开始就觉得这只是个梦而已 可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更多的记忆 身体的主人刚出生就失去了母亲 父亲还对他爱搭不理 而他每天的遭遇和达文有的异比 就是被当成失败者无情的虐待 随后他在书架里找到了一本日记 达文也知晓他是转世重生了 想要死的人放弃了一切 渴望生的却意外复活了 突然达文的眼睛散发凶光 你到底是谁 咳们给老子滚出来 只见一个神明随之显现 他叫朱丽安 就是文森身体的原先主人 他表示本来想叫精灵王过来帮忙的 可阴差阳错达文却插了一脚 但现在的他只是次神 想要成为真正的神就要实现更多的业绩 达文表示他对业绩没有一点兴趣 获得新生的他只想要安稳的生活下去 朱丽安立马就拿生命威胁他 如果我的神力消失了 你这句身体也活不下去的 达文并不信他所说的 可这时朱丽安的神力稍微减弱 达文的身体突然变得格外沉重 随后就死记般的瘫倒在地上 来吧 我现在就将所有的记忆全部送给你 只见一道闪电直击文森的躯体 紧接着一段可悲的记忆随之显现 但达文立马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跷 朱丽安只是在扮演弱小 为他的复仇计划做准备而已 达文醒来后满脸冒着冷汗 吐槽这到底是什么鬼事件 13岁的小孩心机竟然这么离谱 可这时朱丽安突然一脸邪笑 你知道大恶魔达文和英雄之王卡金的故事吗 近十亿人都被这个杀人魔给骗了 不仅欺骗全国人民成为了见底 还捏造历史 丑化被永久监禁在牢狱中的达文 谎称他杀害十万狱族逃了出去 不仅同魔鬼签订契约 见下无辜亡灵更是高达八千万个 而他就以通缉令的名义 并携手同时代最优秀的日轮剑声 前去讨伐达文大魔王 听完后达文彻底怒了 该死的萨文翁家族 这么老子都被害死了 还捏造历史说我是大魔王 朱丽安表示这只是记录圣者的历史吧 没必要这么激动 但达文怎么可能不激动 因为他就是被杀死的大魔王啊 气得他肺都要炸了 可印象中好像没有日轮剑声这个人吧 朱丽安说他就是阿登卡始祖阿斯兰 原来那臭小鬼就是首任家主啊 在达文还没死之前 阿斯兰就是他的首号铁粉 在他被关进监狱后 阿斯兰也多次打抱不平 放下狠话绝对会讨回公道 可自从那后达文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原本还以为是被暗地里杀害了 这时朱丽安打断说道 所以先祖才会留下至高无上的使命 那就是超越萨米翁家族 替达文大人灭了他们的子孙十八代 只见达文握住圣剑 他知道阿斯兰为了挽回他的名誉 抛弃了家族才建立了现在的阿登卡 但现在这个使命 将由达文他亲自来完成 可这时那股感觉又来了 他的身体变得格外沉重 他立马就运气治疗这废物的身体 突然他眼神一战 这 这股魔力流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朱丽安你赶紧出来 只见朱丽安拖着困意飘了过来 达文随即猛地抓住他的手臂 很不解他拥有如此完美的传导骨骼 为什么就没练过剑术 朱丽安表示他天生就不适合练剑 而且这跟他想死没半毛钱关系 达文也是解释不清楚 可就是除了在建立星象外 还可以将魔力存储在骨骼中 能够无止境地使用魔力 在他们这个时代 是凭借星象来表现五人的实力 星术越多 代表着五人的实力越强大 而卡金之所以这么强 就是拥有这副传导骨骼 可朱丽安还是提醒到 他天生就不能在心脏建立星象存储魔力 达文并没有理会 素级拔出了他的配件 他身知有一半的人都死在星象的建立中 但即便是成功率只有一半 现在的他必须搏一把 男孩变强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自己 他只要使用魔力就会导致寿命减少 只是随意地挥出一刀 就足以减少他一天的寿命 眼看达文还想继续挥霍下去 朱丽安连忙上前劝的 很不解他为什么不懂如何使用魔力 再牛的都不敢像他这样胡乱来 达文表示他生前就是这样练的 虽然可能会因回路扭曲而自爆身亡 但还是有50%的概率可以成功的 朱丽安气的肺都要炸了 明明就有魔力的使用诀窍 他却要靠着独狗变强 达文不以理会躺在了床上 可他接下来说的话 却让朱丽安不可置信 虽然文森这具身体的传导回路很强大 但13年来一直都没有魔力注入骨骼 这无疑就是自寻死路 如果再这样放任不管 过不了成年面对文森的只有死亡 随后达文就运气去强制阻止身体的恶化 取而代之的就是寿命成倍的减少 但他表示仅凭剩下的这10年 就足以让阿登卡家族脚踩萨米翁 这事门外的侍从突然冲了进来 看着达文盘坐在地上和满屋子的狼藉 大声呵斥他是不是又在偷学非魔法 他肯定会将此事禀告组长的 然而达文则是将衣服丢过去 命令他给换套干净的衣服来 再把屋子给打扫打扫 侍从愣住了 他所认识的文森按道理是个怂货才对啊 今天完全变了个人式的 随后再次大声呵斥道 我特么不是提醒过你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麻烦事吗 你特么一个侍从和谁嚷嚷呢 不喜欢做这事好说呀 我不去让大管家亲自送过来 在浅谈下你嫌麻烦的这件事 侍从肺都要气炸了 只好乖乖拿着衣服给他换来干净了 而朱丽安提醒达文别招惹他 那个侍从是黑道出生的 还杀过很多人 达文表示救他那所调 八成就是虚张声势吓唬先前的文森罢 要知道达文就是这样活过来的 任何人都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 朱丽安人都麻了 本来还想着召唤精灵王的 恐怕这人比他还要恐怖千倍打上了 他是从逆境踏上五戒之殿的男人 却被自己的哥哥从背后偷袭 将他无期限地关在肮脏的监狱 更可悲的是 他被隔绝食物不吃不喝四十八天 最终活生生地饿死离开了人世 但求生欲望急切的他却打碰了神 让达文转世重生到五百年后 并拥有和卡金同等天赋的传导骨骼 可在这里他却耍起了流氓 此时他正坐在房间里 等待着那个人的出现 只见是从威尔逊恶狠狠走了进来 将换洗的衣服放在一旁 叮嘱他以后别再开那种玩笑了 达文也爽快答应 然而威尔逊却以为他顺从了自己 等达文想让他给自己找一把木制的箭矢 却被他一口回绝 达文也不惯着他 那我就自己去储物室拿吧 只是听说那里的管理个个五大粗壮 而且对直系的我忠诚度极高 威尔逊急忙抓住他的肩膀 请求达文再给他一次机会 可下一秒他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只见达文释放魔力掰住他的手腕 疼得威尔逊那时嗷嗷大叫 等快断时达文才肯松手 并表示他对背后攻击有些不好的记忆 吓得威尔逊当即发誓他再也不敢 但此时达文却冷汗狂貌 他一不小心使用魔力过头 导致文森这具废物身体承受不住 忽然威尔逊气冲冲地站起身 准备好声问候下他的祖宗 而达文只是瞥了一眼 威尔逊直接委屈巴巴站在原地 嘴里还不断默念着达文交代的事 随后立马转身跑到门外 再次露出他那恶狠狠的表情 紧接着就猛地将门关上 可发现后却又敲咪咪开了点门口 表示这一切都是疯的错 他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达文长呼了一口气 怀疑自己是不是流氓爽过头了 才把那小子逼成那副德行 而威尔逊也拿着木剑气氛地走回来 这次他也绝不会再忍让下去 要让达文记住他的名字为啥带了个逊子 这是你要的木剑 但实属抱歉 恐怕我不能轻易转交给你 达文淡定地合上了书 亲切地和他讲述了有关断臂达文的传奇故事 威尔逊的态度瞬间百八十度扭转 双手搀扶着剑乖乖地送了过去 随后一溜烟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而达文在拿到木剑后 他就来到了训练场熟悉先前的剑术 可才开始撸了几下 他就累得大口喘得粗气 这种状况对达文确实不太友好 但他却乐在其中 内摊的感觉简直就是标被手 可就在这时 一道剑气突然袭来 将他的训练木桩披成两半 就在达文感到诧异之时 眼前竟来了个手拿木剑的黄毛小子 他是连家中奴仆都瞧不起的废物 却拥有着所有人都极度的修炼体制 可他的寿命仅仅只剩下十年 但为了完成先祖留下的唯一使命 他仍不顾生死决定为家族付出一切 此时达文开始了他的训练之路 可却有个嚣张的黄毛故意捣乱 他使用魔力将达文的训练木桩披成两半 而他就是庞系中最强的雷斯阿登卡 达文也看出他是先前那个大叔的儿子 但他来这里的目的也只有一个 在他们这个全民舞者的时代 庞系的小孩只要满14岁就可以参加比肩大会 胜者就可以拥有和同年龄直系挑战的机会 而达文就是此次的人选 作为被所有人瞧不起的最弱直行 雷斯果断想来给他一个下马威 达文也不惯着他 身为舞者却肆意打断别人的训练 表示他那个好老爹果然教导的不错 雷斯听到达文侮辱他的父亲彻底怒了 举起木剑就敲在他的肩膀上 当即就想要和他鄙视一番 朱利安随即提醒道 雷斯早已是有着两心的强劲武者 而且还觉醒了钢铁意志的固有特性 不管任何方面都远超于他 达文也深知仅凭现在的实力 和雷斯决斗必定立马就会输 但是有一点他绝不能忍让 只见达文举起手中的木剑 身为庞系胆敢在这里公众挑战之行 你怕不是准备挨家里的毒打 可他虽是个灵星的武者 无法建立星象也没有任何魔力 却能让雷斯吓得毛骨悚然 感觉随时都可以瞬间秒杀了他 而这正是达文自身散发出的无畏气谱 雷斯也表示就此停止这场闹剧吧 但达文却耍起了流氓 区区一把木剑就将你吓成这样 到时候比剑大会可是用真的剑哦 你不会忘记了吧 雷斯的怒气再次飙升 一记剑步就朝着达文飞升过去 朱利安被吓得瑟瑟发抖 可达文就连眼皮都不带闸一个半下 因为他预测到了一切 只见雷斯的贴身是为牢牢锁住他的双臂 提醒他绝对不能在这里和文森大人决斗 如果执意要的话 之后他就有借口逃避挑战直系的机会 而雷斯虽然气愤不语 但还是决定忍到比剑大会再好生伺候他 等回到房间后 朱利安费都要气炸了 他觉得达文没必要故意挑衅雷斯 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变强 但达文表示他就是想要教育下不懂事的小孩 说罢便让朱利安赶紧教他如何控制魔力 特性是人为在神的祝福中创造出来的 如果将一个固有特性磨练的越发完美 更强大的魔力链路也会随之敞开 这也被称之为科技术 而雷斯的钢铁意志已磨练到中等级别 就是可以让他的防御和破坏力得到成倍提升 可达文觉得单方面的发展并不好 但朱利安觉得这就是最快变强的唯一途径 达文陷入了沉思 确实雷斯单靠一个特性就如此强大 就算在比肩大会没能遇见他 其他人肯定也是不好对付他 他必须马上习惯特性能够变强的事实 而等他再次来到训练场后 却多了几个人时刻注视着他 这个男孩是家族唯一的笑柄 就连奴仆都不把他当人看 可他却把家族的使命放在手里 每天都为了变强而不断修炼 即便是奴仆在一旁不断地嘲讽他 仍是无法打消他再次变强的念头 因为五百年前他早就习惯被别人瞧不起 这时有人向达文递了瓶恢复药水 而他就是白剑部队副指挥官梅林 达文很不解梅林为何要帮助他 梅林承认了他之前确实也是瞧不起 但是现在他的想法改变了 他看到了达文渴望变强的决心 与之换来的唯有敬佩 达文很感谢他的恢复药水 但现在他必须继续训练 随后梅林便走开了 可却希望好运真能降临在他的身上 然后达文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挥了多少次 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心脏里的魔力 而他也看到了挥剑的最佳轨迹 只见他猛地朝木桩挥去 木桩竟被木剑劈成了两半 达文兴奋极了 他终于也能够控制自身的魔力 并将其附着在木剑的表面 等梅林再次来到训练场后 达文已经先行离开了 可他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慑住 他不敢相信达文的成长速度竟如此之快 简直就是怪物级别的存在 与此同时 朱利安拿出了有关笔剑大会的书籍 上面不仅写着所有人的个人信息 就连他们所能使用的技能都清清楚楚 而此时达文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便告诉朱利安 这将会是这本书籍都没办法提供的 随后叫来了威尔逊 达文让他去找一个人 并将这些话说给他听 而那个人就是他母亲的贴身管家 七星舞者维尔莎 只见威尔逊亮枪地推开门 雷尔莎突然瞪了他一眼 威尔逊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还是强忍着 交代达文想在笔剑大会那天 邀请他的父亲前来观看 他将会证明他才是那里最强的 眼看雷尔莎不乐意转告 威尔逊就拿他私下魔洞的公产威胁他 说罢便一溜烟逃跑了 雷尔莎不可置信 达文竟然发现了他的秘密 最终他还是过去转告给了城主 城主随即访问他 认为达文有没有这个价值 雷尔莎以他的人头做担保 表示达文这次将会证明他的实力的 可城主立马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雷尔莎才敢把达文威胁他的话说出来 城主虽然很生气 但这件事他并不想干涉 雷尔莎本身就不是他的奴隶 然而这样做确实有那个女人的作风 达文的母亲萨瓦呢 最终城主妥协了 决定前去参加这次的笔剑大会 14岁的小孩觉醒了所有男人都想要的 他可以随意控制自身的坚硬程度 还可以强加武器之上提高破坏力 简直就是攻守兼备的史诗级外国 可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 却有人提出要用木剑舞制对抗 而这正是刚为庞系所举办的笔剑大会 城主卡汉也应达文邀请清零现场 在雷尔轻松拿下第一场胜利后 观众席纷纷称赞起他来 觉得庞系战胜直系的历史也会就此打破 但达文却不这么认为 对于武术他们根本就一窍不通 就如同傀儡一样在纸上跳动 靠着自身觉醒的特性获得力量去战斗 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雷尔也是一路披荆斩棘 其他庞系的小孩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最终他赢得了胜利 获得了挑战达文的机会 可就在这时 达文却向裁判提出了个不合常理的要求 只见威尔逊上前递给他一把木剑 没错 达文决定使用木剑和雷斯对决 并站在原地只用右手让他三招 雷斯瞬间破了房 大骂他羞辱人也得有个底线 而一旁的观众唏嘘声也是接连响起 一个最弱直系胆敢如此傲慢 猜测达文大概率是疯了 突然雷斯的父亲大叫起来 告诉城主他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失败好收场 然而城主却同意 但警告达文最好用行动来证明 随着裁判挥起手中的旗帜 以赛正式开始 雷斯率先发动攻击 嘴里还嘲讽他将会站着死掉 可达文却早已猜到他的攻击 因为早在几个月前 他就和朱利安把他彻底摸透 只是歪了一下头就轻松赏 雷斯还以为他上当了 殊不知达文早就知晓这是洋装攻击 然而就算没有那本书籍 达文也可以看穿雷斯的进攻 他仗着钢铁意志的特性 弱点简直是破绽版出 只见达文手中散发出魔力 紧接着随手一挥 便轻松挡下了雷斯的二次攻击 雷斯人都惊呆了 这特么是什么怪物 要知道就算是六星强者 都不敢草率的正面接下 他再次挥起手中的大剑 可就在这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达文静紧握住了他的右手腕 随后用脚跟一半 抓住伊领轻松就将他暗倒在地 雷斯口中狂吐鲜血 但是看着酷似魔鬼般存在的他 他却本能地往后撤去 那么接下来 该换我进攻了吧 渣渣 男人选了一把木棍当作武器 还扬言只用左手让对手三招 可对手却是手持八米长的大坎刀 然而这场近乎无悬念的对局 他竟连武器都还没用上 仅凭空拳就将对手的头摁进地面 城主不禁对他儿子的实力产生质疑 雷斯的父亲也是不可置信 不断安抚自己他绝对是踩到狗屎了 连忙怒骂他的儿子赶紧站起来 打败这个不会使用魔力的废物 可这一击虽然是武术中的基础 但他们却不知道 达文为了踏上武术 巅峰耗费了多少精气神 忽然雷斯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该不会是有个小神保佑你了 让你在短时间内觉醒了固有特性 朱丽安废都要气炸了 达文表示无知者必将一败同底 气得雷斯拔起大坎刀就朝他蹲去 朱丽安顿时觉察不妙 愤怒导致雷斯的破坏力再次提升 但达文还是淡定自如 一个横侧步就轻松躲掉 紧接着挥起手中的石家木剑 对着雷斯脖子就是一击速切 可似乎石家木剑的威力不攒地 雷斯的脖子仍完好无损 突然场外的父亲大喊道 你特么别忘了你有精光不坏之身啊 赶紧给我砍死他 达文甚至面对这种全是破绽的进攻 还不是使出全力的时候 只见他将石家木棒升至二十架 朝着雷斯的腹部那么一躲 强大的气流瞬间将他击飞到十米开外 这时达文眼睛突然散发雄光 裁判 你一定要全力阻止悲剧的发生 裁判人都麻了 这小子到底在说些啥呀 还没等他问清楚 达文一记踏步就顺赏了过去 而他的这一击 也将会是他毫无保留的权力一击 他必须在半空中解决掉雷斯 一旦失败他将会陷入昏厥之中 此时雷斯也反应了过来 再次抡起他的大砍刀 嘴里还不服气地嘲讽达文 可就在这时 达文露出了惊恶的眼神 他看到雷斯的剑道和他的连接在一起 达文立马将他的木剑升至九十九家 朱利安 我将会替你赢回属于你的一切 只见一道剑气刹那闪过 血液突然偏涌而出 没错 达文仅用这把木剑 就将雷斯的手臂给卸了下来 而这正是他达到的剑术最强领域 扭曲魔力流 切断敌人的一切技能 最后达文毋庸置疑赢得了胜利 而后裁判也郑重道歉 是他没能阻止这场悲剧 朱利安也急忙上前询问达文的身体状况 但他表示现在倒下还不是时候 这时城主也正式宣布 达文是比肩大会的赢家 随后便叫上他钱去参加颁奖仪式 而奖励也是极其稀有的魔法水晶 只要摄入他 力量和魔力都会瞬间成倍增加 可就在城主即将颁发给达文时 突然有人发疯似的推门进来 这是一枚价值三千万的奇迹石头 可以瞬间让武者的全属性成倍提升 也是达文证明他地位的唯一象征 但他却送给了一心想要杀他的仇人 只因此刻他儿子的性命危在旦夕 就在达文准备接受奖励时 雷斯的父亲却突然冲了进来 怒骂达文是作弊才取得的胜利 城主便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祭司表示出了点差错 他儿子的右臂无法再次连接上 这是至今都没见过的罕见症状 随后他们来到了治疗地点 可达文却听到祭司们怀疑这是使徒黑魔法 便向城主提出让他前去回应你 以城主的权威提出警告 这场比剑大会是在城主的视线下进行的 你们提出的质疑必将经过他的批准 何况现在是当着所有贵族的面 便向白剑部队的杰伦下达命令 将质疑城主的查尔斯就地捉拿 眼看他还在极力狡辩 城主上前解释达文这是在帮助他 要知道阿登卡家族的审判只会进行一次 不然他将会受到更高级别的仲裁 而后他也道歉冷静了下来 此时祭司们正在努力地挽回雷斯的右手 可似乎情况并没有好转 朱利安觉得这是个对他们有利的时机 就让达文询问祭司 用奇迹时是否就能治疗好雷斯的伤势 确实可以 但要用在他身上取决于你 此刻达文想到了的绝妙之计 便告诉查尔斯 如果他想要就自己儿子的话 就得献出他的右手 随后达文便抽出一把剑 切断了绑在查尔斯身上的绳索 而舅子迫切的他 二话不说就拿起了剑 但达文却让杰伦见机行事 就在查尔斯刺下之际 杰伦一记横斩砍碎了那把剑 阻止了悲剧的再次发生 查尔斯差点就吓出了尿湿剂 达文也遵守承诺给出了奇迹时 而在奇迹时的帮助下 雷斯的右手也恢复了原因 可他们是敌视友达文 此刻也没法下定位 等达文他们回到房间后 有个神秘人紧跟其后 正是刚才救助雷斯的祭司杜兰 他是带着奇迹时过来感谢达文的 达文权衡了他对于奇迹时和生命的价值 让他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最后还给了达文一张二等祭司的权限卡片 朱利安看后直接镇住 这不明白着我们可以使用二等祭司的现有权利 简直不可思议 全部交代完杜兰便先行离开了 达文和朱利安都乐在其中 可就在这时 威尔逊突然推门而入 城主委托他来邀请达文去一起就餐 要知道这可是很稀奇的事 至今为止就只有一个人和他吃过饭 那就是城主的二女儿德亚 女人的刘海下藏着连他都不敢直视的双头 他已经十四年没有睁开过眼了 可等他第一次见到儿子后 他却突然睁开眼对他发出警告 而达文是受城主的邀请才来的 城主找来他也只有两个目的 一是祝贺他成功获得比键大会的胜利 二是想要知道他如何看待查尔斯今天说的话 可就在这时 达文的继母突然死即般盯着他 吓得达文顿时全身站立 他第一次体验到如此糟糕的感觉 朱利安便难难道 继母他拥有真相之眼 任何谎言都无法逃过他的眼睛 但他却丝毫没有发现有关使徒的痕迹 这也否定了查尔斯所说的 达文并没有加入使徒 接着是他的剑术 城主难以相信一个无法建立星象的人 却能够砍断二星雷斯的手臂 继母觉得达文的剑术很像英雄卡金 可以在特殊的方式下斩断一切技能 随后便再次上前使出真相之眼 并审讯达文剑术到底从哪里学到的 就在达文即将回答之际 朱利安冲过来制止了他 提醒达文不能草率地编造谎言 不然继母绝对会质疑到底 这件事就由他亲自来想办法解决 可在继母不断地怒视之下 朱利安却被吓得不知所措 因为生前最怕的人就是他 达文实在等不及了 让朱利安一定得直面恐惧 随后便果断表明他是获得了一个启示 继母气得肺都要炸了 要知道一个没有神祝福的人 能得到启示只有是邪恶的 达文人都麻了 这件事朱利安根本就没跟他说过 这下好了 继母更加质疑达文的行为 不仅是清楚的话 将会把他送到法院接受仲裁 关键时刻朱利安挺身而出 并让达文学着他回忆 如果你质疑我的话 神殿将会告诉你答案 如果你认为我是邪恶的 难道送我三星奇迹时的祭司是傻子吗 我剑术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因为我可以短时间内看清剑术的动作 并在后期不断地反复修炼 只有这样我才能脚踩萨米翁 实现阿登卡家族留下的唯一使命 继母简直不可置信 达文居然没有一句是谎言 最终成主也认可了他 英雄卡金和大魔王的剑术虽很相似 但只要把达文认定是被大魔王诅咒的 萨米翁家族将会无话可说 而鉴于他在比剑大会上表现出色 成主也决定实现他一个愿望 朱利安便让达文告诉成主 他想被允许进入图书馆 利用现有的资源让自己变得更强 可图书馆是要三星舞者才能进去的 成主不确认他是否能在心脏建立星象 然而达文确实不能 但他去图书馆的目的就在这里 成主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果然这才有他阿登卡家族的血脉 随后便召唤出红莲送给他 这把剑是成主年轻十九争沙场的绝世宝剑 而他在世界的名声也是在拥有这把剑开始的 就在达文准备离开时 继母却突然叫住了他 按照在比剑大会获得胜利的传统 达文必须前去挑战深红色要塞 而他就在阿登卡家族的训练机构之一 可继母深知达文一旦使用那奇怪的剑术后 体力就会被瞬间抽干 但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告诫达文 要想打败里面的深红色恶魔绝不能单靠一击 以他现在的状况肯定会被秒杀 然而继母以为达文会向他提出帮助 可他并没有这样做 达文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服深红色恶魔 这是一把象征权力和实力的宝剑 但如今却落在家族最废的南海手上 可他也是星界剑术比试的最大赢家 而他接下来即将挑战的 就是打败家族试炼机构中的深红色恶魔 此时达文正泡在舞者的图书馆里面 他想要找到有关记录五百年前的史书 可整整通宵了三天都没能找到 朱利安表示这段时间的历史不见了 唯独留下的就只有英雄讨伐大魔王的那个事迹 但达文顾不了这么多 他必须得提高剑术的水准 找到建立星象的训练方法 这时朱利安突然提到了先祖阿斯兰 他就是使用着大魔王的剑术 而他和达文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便猜测他是否就是大魔王本人 最终达文也决定不再隐瞒下去 可话只说到一半 朱利安的脑中却凭空出现刺耳的噪音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幻觉 但等他再次听后诡异的事又发生了 那刺耳的声音不断在他的脑中回答 吓得达文人都麻了 连忙询问他情况是否还好 等噪声完全消失后 只见朱利安像失了魂般愣在原地 而他也不再想听达文继续说下去 可这时达文突然发现 有一本和这里格格不入的书籍 他坚信这绝对就是他想要的 二话不说就翻开了他 里面的内容果然也很不错 看得两人那是心花怒放一注晴天 可虽然这是18岁以下不宜观看的书 但达文还是觉得书中另有蹊跷 肯定有人故意以这种形式去保留某些重要信息 这时他突然一脸的惊恶 果然被他猜中了 里面确实记载着有关特性和魔力的秘密 要想做到特性不用去诱导魔力的流动 反之为特性带来非同反响的效果 就得放弃对星象的建立 自由的魔力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特性的作用 朱利安随即制止 有了星象去堆积魔力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何况是去放弃他 可达文觉得这就是绝妙线索 本来这具身体就无法建立星象 这无疑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当即就要马上出去测试下效果 可等达文走出来后 却有个焦急的女孩叫住了他 他就是文森没死前 唯一一个不歧视他的女婆塞尔 塞尔从威尔逊那里得知他变强了也变大了 不仅打败了最强的庞系雷斯 还被授予了挑战深红色要塞的机会 达文随即蹲下安慰他 并表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就在两人叙旧之时 雷斯却突然找上门来 他有些重要的是要向达文交代 然而等他们来到房间后 雷斯的眼中却突然散发凶光 随即就拔出了他那把八米长的大坎刀 男孩花费了三千万救下濒临死亡的仇人 如今他却手持大坎刀找上门来 达文下意识就摆出迎计驾驶 可雷斯接下来做出的举动 却让在场众人都意想不到 他突然单膝跪拜在达文的面前 表明他此次来的目标 他愿意倾尽所有臣服在达文麾下 而为了证实他的忠诚 还将他的刀柄朝向达文 随后达文也拔出手中的剑 他接受了雷斯的加入 但如果出现背叛 他绝不会轻易放过 此刻雷斯觉察到这是那把红联剑 知道达文已经被城主认可了 他也绝不会后悔刚才所做的事 一旁的塞尔心未及了 达文彻底改变了 他已不再是曾经人人唾弃的失败者 可就在这时 朱利安想到一个绝妙之计 就是给雷斯看书中提及的方法 并协助达文去尝试一番 雷斯虽很乐意帮助他 但前提是达文得相信他所说的 而在之后的几天里 达文就在雷斯的指导下 逐渐开始能够控制魔力的流动 此刻的雷斯很是敬佩 一个直系竟能做出如此疯狂的事 而且还是在无法建立星象的情况下 突然朱利安发现到不对劲 连忙劝说达文停下来 不然真就可能毁于一半 此时雷斯也觉察到了 他觉得达文虽然自命不凡 但没必要一时心急 可达文非但不以理会 还更加奢求于提高他的流动速度 因为自那一刻开始 他就深知想要变强的话 就得用生命作为代价 达文奋力地想将两端连接在一起 雷斯发现后立马想上前阻止 然而达文已经将他们触碰到一起了 就在他以为这样就能成功时 两端的魔力却突然发生开刹 碰得一声巨响 房间瞬间发生爆炸 雷斯随即再次劝说他 真的没必要因为心急将之前的心血葬送掉 他也是整整花费了半年才完成的 与此同时 雷尔杀正往达文的房间走了 可等他打开门后 他杀人的心都有了 质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达文虚伪地表示 他在冥想时发生了点差错 可一旁的塞尔却拆穿了他 他虽然不确定这到底是在耍什么花样 但只是冥想绝不会发生爆炸的 然而雷尔杀也不想再追究下去 因为有更重要的是需要转告给达文 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城主命令他必须在一个月内攻破深红色要塞 现在他的任务更加紧迫 雷尔杀希望达文能认真对待 可达文非但不紧张 甚至还有点小兴奋 知道这是父亲对他的期望 而雷尔杀在临走时 表示在达文没能攻破前 都会亲自监视他的日常行动 雷尔深知达文要想获得神的祝福 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如今被限制在一个月内 他们必须找到另外的方法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雷尔和朱利安不可置信 只见达文在手里成功凝聚好闭合的魔力 这也就意味着 攻破深红色要塞甚至都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两个星期后 他们来到了城外的一处森林 现在达文准备觉醒他的特性 随着他在手里凝聚起魔力 紧接着魔力开始一个个分裂 逐渐形成无数环形魔力圈 而在他们的身后 赫然出现了一个手拿锯锤的神明 这是九个极其普通的光圈 可下一秒进幻化成手拿锯锤的神明 只见他抡起锯锤往地一杂 一道光波迅猛地朝地面冲去 周围顿时飓风骤起 达文随即开始他的特性觉醒 而这也就是神的祝福 只见达文手中赫然出现奇怪的图案 雷斯便告诉他 这就是成功觉醒的钢铁意志 可以提高防御力和强化身体 但达文获得神的祝福 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雷斯不禁被他的强大所折服 达文也向他表示感谢 但还是有另外一件事必须得他帮忙 但在两天后 讨伐身红色恶魔的时机到了 雷尔沙应成主要求全城护所 可他却一脸的无奈 据他所知 阿登卡家族到现在还没有人在试炼失败过 他不希望达文因为自大而成为失败第一人 达文邪魅一笑 表示雷尔沙担心过头了 他承诺绝对会超过父亲的期望的 随后他们便坐上了马车 可雷尔沙一路上都忧心忡忡 他怀疑达文对恶魔一无所知 想要彻底打败他 是需要至少三星舞者不止一次的致命攻击 然而不管他怎么看 达文都是个连一星都没达到的舞者 但他还是让雷尔沙不必担心 这种程度的恶魔他根本不需要研究 而达文之所以如此自信 是因为在五百年前 这只恶魔就是他第一只征服的怪物 而等他们来到目的地后 这里似乎曾经发生过凶狠的战狗 雷尔沙表示这里的一切 都是纪念先祖阿斯兰打败大恶魔的历史遗留物 此时达文陷入了沉思 他坚信这里绝对另有蹊跷 一定得找到不明消失的那五百年历史 这时雷尔沙突然拔出了剑 随后指向天空发动魔力屏障的进入 他可以极大限度地控制敌人的数量 但此时在达文的面前 竟出现了一只手拿镰刀的深红色恶魔 达文随即拔出了红镰剑 并吩咐雷尔沙欣赏他接下来的表演 只见那恶魔迅猛地朝达文冲来 朱利安慌张地叫他赶紧闪避 可只有达文他自己知道 大型武器一旦拉开距离定将陷入滚盖 现在他必须得正面迎击近身战斗 果然没错 还没等恶魔挥下镰刀 他就不得不用刀柄抵挡达文的攻击 只见达文双眼散发凶光 可视恶魔离他的死期不远了 紧接着就不断地用剑挥砍 恶魔面对如此频繁的攻击开始慌了 一个劲地往后退 根本就没有反攻的机会 而达文也是依靠着钢铁抑制的特性 才能跨等级完美地压制住恶魔 就在他完成最后一攻时 达文却用脚踩在恶魔的刀柄上 迅速地往后方拉开距离 因为他深知恶魔是攻击性极强的怪物 不断地攻击也会让他怒气质不断升高 最后使出他最具杀伤力的攻击 但这也意味着他的弱点将会全部暴露出来 让达文更容易找到与他连接的剑道 只见达文完成了一记顺闪 而恶魔在受到那一记后 身体逐渐开始瓦解 他的主要核心也随之暴露出来 达文成功斩杀了这只深红色恶魔 可雷尔沙却反倒神色恐慌了起来 这颗血红色的珠子拥有一个特殊能力 它是恶魔的心脏 前几秒才刚被斩杀的他 却又拿起镰刀重新复活 朝着达文脸门就迅猛抡去 就在即将命中之际 达文一个下蹲轻松赏过 这一刻他竟显锋芒毕露 早在五百年前 达文就知道深红色恶魔拥有两条命 可下一刻他却被啪啪打脸 恶魔的攻击速度根本就不同那时 就连威力都提升到了数十倍 达文不禁胆颤起来 这家伙难道五百年里每天都在发生进化吗 而看恶魔的外观确实比之前更加凶猛 这也就是他复活后会自我启动的狂暴模式 这些恶魔的巨爪猛的砸下 达文虽还能勉强堵步 但留给他的体力不多了 此刻他也被恶魔逼至死胡同 恶魔完全不带给他喘息的惊 轮起他那八米长的大镰刀重重 但索性达文侧身躲 固然准是直接被砍到灰飞烟灭 朱利安下的眼睛都翻版了 告诉达文必须改变原先的计划 可他并不想 因为怪物和他们的想法一样 先将他们逼到绝境气急败坏 再使出权力一击直接顺便 但达文就是要利用这一点去寻找突破口 一旁的雷尔莎看着达文绝世被扭转 心里的滋味很不好受 但作为监视官又不能出手相助 这样只会将他活活葬送到失败位列中 可如果换作那个角度的话 达文就像他的儿子一样 曾经达文的母亲萨瓦娜不顾雷尔莎盗窃的身份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冒险团 雷尔莎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似乎被他的强大所打动 又或者是厌倦了这种每天盗窃的生活 最终下定决心加入他们 而此后在每次的讨伐怪物中 萨瓦娜都带领着他攻破各种难关 在雷尔莎绝望的人生中 他的微笑就足以治愈一切 但那天后雷尔莎又陷入绝望之中 萨瓦娜在生下达文后就去世了 可看到他的儿子后 雷尔莎似乎再次看到了曾经的萨瓦娜 顿时意识到现在并不是悲痛的时候 而且达文是唯一能留给他的 最终他咬紧牙关 决定将达文培养承受全国敬仰的五指 但他却没能坚强地站起来 在这十四年内 他每天都被自己的兄弟姐妹所欺凌 雷尔莎甚至多次后悔他那次的决定 直到达文被城主授予红莲的那一刻 他才觉得这些年来并没有白费 但现在达文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雷尔莎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唯有祈祷会有奇迹的降临 可就在恶魔麾下他的权力一击时 达文却突然喃喃道 就是现在 只见一个身影迅速闪过 而他就是二星舞者 雷斯阿登卡 男孩为好兄弟挡下了恶魔的致命一击 可他却在一旁打坐睡起了觉 然而雷斯非但毫无怨言 反倒是燃起了斗志 一心想将恶魔斩杀在自己剑下 殊不知他将会后悔做出这个决定 在恶魔连续不断的挥砍间 雷斯的刀身居然开始出现裂缝 一股不详的预感油然而生 月宫竟承受不住直接破裂开来 雷斯人都麻了 只能徒手接下恶魔的镰刀 就在他即将用尽吃奶力气之际 达文终于完成了冥想 追出的剑气直接将恶魔的身体披成两半 随着碰的一声巨响 恶魔的核心发生爆炸 他们联手打败了一只深红色恶魔 可却引来雷尔沙的不满 他不认为这能超出城主的期望 达文当即否决了他 你设下的魔力屏障能限制在一只怪物 现在可是有另一只闯进来了 让雷斯帮忙只是为了考验他罢了 随后达文便拿出奇迹十一口咬碎 全属性瞬间得到了成倍提升 体力也得到了恢复 而接下来的这场讨伐 才是他证明自己的时刻 面对上方恶魔的步步景地 达文丝毫不慌 只见他举起剑开始蓄力 一技术且稳稳命中恶魔的关键步驳 随着恶魔显现出第二条命 达文紧接着又是一技横展 最终凭借几力就成功击杀了他 雷尔杀人都懵逼了 这小子杀时候变这么强了 但此时的达文早已超出自身极限 他的这具废物身体 完全就经不起连续四次斩断对手的剑道 朱利安急忙上前让他躺下休息 可达文认为现在的处境就和比剑大会一样 他一定要站到最后 这才足以证明他取得了胜利 突然在他们的上方净凭空出现了召唤反正 雷尔杀随即开始战斗戒备 但据他所知 先前就根本没有出现这等情况 只见空中的紫色核心不断吸收碎石 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就是这个废墟的一技守护者 而这里是为了纪念先祖阿斯兰的地方 守护者会听从阿登卡家族的命令 雷尔杀随即对他发出撤退警告 迎接他的却是一张血盆大口 没错 长时间的历史遗留物早就忘记了一切 雷尔杀也决定不再保留实力 可此时的守护者却将他锁了起来 煞时间 守护者的身体突然被冰封住 雷尔杀一技重斩瞬间秒杀了他 雷斯看得人都惊呆了 这就是七星五者真正的实力 简直强到离谱 但这时达文却表示还没结束 随后靠着谨慎的力气挥出一道剑气 而在命中的位置 却出现了一只尾部镶嵌魔力石的飞虫 这才是一记守护者的本来面目 被发现后他突然猛地朝雷斯冲去 雷尔杀一个踏步顺闪过去 一激素切将其秒杀殆尽 此时达文发现了一个宝箱 雷尔杀便上前打开了它 里面藏着的是一颗龙的骨架 猜测应该是先祖阿斯兰留下的隐藏奖励 朱利安激动极了 龙骨可是无价之宝 它是极其稀有的魔法成分 而龙骨是达文率先发现的 雷尔杀表示这是属于它的 可这种意外发现的宝物 都得经过教会的审核 一旦被发现是雷尔杀肆意开启 肯定会被受到严惩的 达文随即拔出了剑 将龙骨一分为二 他要和雷尔杀成为共犯 这样教会就不会拿它怎么样了 一切结束后 雷尔杀找到了城主 将今天发生的事一一转告 并展示了达文分给他的龙骨 城主当即下令让他将其打碎 而在雷尔杀的权力一击下 龙骨却连钉点裂胎的趋势都没有 城主表示以他现在的实力确实还不够 只有将锻造等级提升至最高级才能打破他 看着先被墓碑上的剑 城主突然喃喃道 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达文死了五百年都想不到 身边的女仆塞尔竟是魔体的唯一传人 要知道他可是类似于传导骨骼 可以将魔力注入并储存在骨骼中 如此强而有力的家族却惨遭屠杀 达文坚信能做出这种事的 就只有萨米翁家族 故意杀害西斯利人 将传导骨骼的本质给隐藏起来 这时塞尔的一句话 却让在场众人震惊不已 达文的母亲萨瓦那也是西斯利人 可城主却不让任何人提及这件事 但他们和雷尔沙一样 都是被萨瓦那所接纳的 他不会因为地位低贱而唾弃任何人 这时雷尔沙突然来到达文的房间 转告他雷斯决定回去继续深造 而达文也诉及来到了离别地点 请求雷斯再帮他一个忙 就是调查有关西斯利家族五百年的历史 雷斯欣然答应 并承诺下次见面后 绝对会成为达文最得力的助手 此时达文突然问道 雷尔沙是否为了偿还母亲 才时刻关注着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到此为止 达文希望能以他的名义 让雷尔沙当他的剑术指导 雷尔沙一脸邪笑 他等达文这句话已经等了十四年 表示自己绝不会心软的 而后他们立即就开始训练 雷尔沙在得知达文没办法建立星象 却能靠着魔力回路使用特性后 便随意拿了一把普通的剑 达文一脸不解 询问他为何不用那把黑月 雷尔沙认为还不到时候 如果达文连用那奇怪的剑术 都无法伤及他半分 就连特性他都不会使用 达文慌了 他可不想再造成雷斯那种不明的伤势 雷尔沙严肃地质问道 你觉得我会轻易让你使用吗 记得向祭司杜兰提前预约好 在训练的一星期后 达文的剑术虽得到很大提升 可打中雷尔沙还是一种奢望 还没来得及使用那奇怪的剑术 就被他轻松打趴在地上 雷尔沙表示今天就到此为止 等看到剑上的尺痕后 他却突然找到了这批剑的锻造师汉森 将损坏的武器全都倒出来 并训斥他怎么敢给阿登卡锻造这种垃圾 汉森拿起一把细品的下 尺痕让他很是不紧 他不明白雷尔沙为何要用这些剑和怪物对抗 雷尔沙当即否决 表示这些天使作为达文的陪练 而且他使用的是城主兽语的红连剑 汉森人都麻了 难道你说的是那个连魔力都无法使用的废材吗 他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武器锻造师 名下作用的神器更是数不胜数 可他每天都会被投诉锻造出的剑是沸腾烂铁 然而今天汉森却细看了一把损坏的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雷尔沙便带着他找到了达文 汉森二话不说就夸耀他的丰功伟绩 虽然他是被人瞧不起的侏辱 但达文手上的红连剑就是他的最佳制作 朱利安表示他确实很厉害 可他却贪图钱财失去了荣誉和地位 在锻造界是被瞧不起的人 然而达文并不这么认为 汉森锻造装备让所有人都能够保护自己 将他的利益置于别人的荣誉之上 达文鞠躬表示感谢 并夸赞他选择了最正确的路 此时在汉森的眼中 他似乎看到了年轻时的城主 那时也只有城主是唯一支持他的人 随后便告知达文他来的目的 可等汉森检查完红连剑后 他却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用这把剑和高等级别的对打后 竟然还能保持刀身往好无所 完全不就像是用剑去战斗 便让达文在这里使用他战斗的剑术 朱利安连忙上前劝队 表示他今天已经超负荷了 但达文甚至遇到这种大人物本身就是难事 突然 塞尔恶狠狠地掐住汉森的肩膀 呵斥他都这个点了还为难别人 达文满脸疑惑 原来他们两个还彼此认识啊 雷尔莎便解释他们虽没有血缘关系 却胜似亲生妇女 而塞尔这波操作也让达文成功摆脱 随后便告诉汉森 明天会带着他女儿亲自造访 这可把汉森开心坏了 要知道他可是个彻彻底底的女儿 第二天一大早达文履行了昨晚的场合 等他展示完剑术后 汉森一脸的歇笑 果然城主没有白瞎了眼 这小子的实力完全媲美了曾经的英雄和大魔王 不禁让他想锻造一把属于达文自己的剑 但却需要一种稀有的魔法骨头 达文随即拿出了他前不久的战利品 汉森人都惊呆了 这特么是比想要的还要高级上千倍的龙骨 但这时达文却说到 他不想要一把产心的剑 希望能将那段龙骨强化在红连剑上 汉森虽然不知道达文的意图何在 但最后还是答应了他 并表示会在三个星期后完成 可等他们赴约来取红连剑时 汉森所在的锻造房却被火海包围住 男人已经在火堆里睡了12个小时 可导致起火的元凶却只是一根骨头 为了将他完美地锻造在武器上 他直接通宵狂敲了11天 武器虽成功了 但老命差点就交代在自个的手中 好在达文及时赶到 可汉森早已陷入了昏迷 而身后的亮光却将他们吸引住 猜测这便是锻造成功后的红连剑 但当务之急时先将汉森带到外面 这时达文头顶的木板突然掉落 挡住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如果再想不到解决的办法 他们都将会被火焰给吞失了 此刻达文意外发现 火焰是由于魔力泄露所导致的 迟早都会有熄灭的那一刻 但他有更直截了当的高势 只见达文将手中的剑举过头顶 嘴里还念叨着萨米公剑术的第一章 以柔克刚 随着他缓慢地挥下剑 屋内的火焰竟逐渐被吸引到了剑身的周围 等时机一到 达文速急发动沉破的剑术 而在他不断地挥盘中 火焰在碰到刀身的同时也跟着熄灭 达文成功斩灭了屋内的火焰 大头喘着粗气坐倒在地上 朱利安人都惊呆了 这个人在五百年前到底是谁 就连萨米公家族的剑术都如此精通 可就在这时 汉森醒了过来 但他却质问达文到底是不是萨米公派来的物理 好在达文用尽蒙骗过关 表示他是出现了幻觉 这里根本就没有关于萨米公的事 汉森也信以为真 随后便让达文上前取那把红莲剑 但就在达文握住的那一瞬间 红莲就像被赋予生命搬与他共鸣 而就在剑的刀片上 赫然显现出了达文钢铁医治的特性 他不惊讶麻呆住了 汉森看到这个表情还以为他不满意 达文否决了他 表示这是一把很不可思议的剑 便请求他再给自己打造一把崭新的剑 汉森答应了 但要再次找到这稀有的龙骨 大代曆他死掉后都不会再次见到的 朱利安不禁笑出了诸声 下一秒汉森直接被啪啪打脸 雷尔莎奉上了达文分享的另一半龙骨 这可把他吓的人都傻了 没想到自己竟能在安详晚宁前 亲手锻造两次龙骨的武器 而汉森也对雷尔莎的忠诚很满意 不敢相信他为了达文 竟能如此随意地送上稀有龙骨 并沉默锻造出的这把剑 绝对会是史上顶尖的最强兵器 而后雷尔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没成想他半途而废了 达文却已经离那个目标越来越紧 这时达文突然站在跟前 表示将会一比一还给他人情的 可雷尔莎却认为他别的已经够多了 因为在他刚出生时 雷尔莎就决定将他培养承受 所有人敬佩的武者 现在他就快要做到了 达文很感动 但还是决定再次发出体验 表示在打败恶魔后 就想到了击败他的方法 这次他绝对不会再轻易被击倒在地 雷尔莎随即也接受了挑战 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 打败了我你还差个十万八千里 男孩徒手抓住了零下两千度的高身 可他的手掌却还能安然无恙 不仅打败了强于自己数十倍的七星舞者 还将剑丢还给了他要求再来一遍 但达文接下来说的一句话 却彻底惹怒了一度放水的维尔莎 而这就是达文在获得加强把红联后 证明他实力的对决 这是一道光波速击闪 维尔莎顺闪跃到了上空 达文随即举起剑 硬扛下了他的下坠攻击 就在武器碰撞的那一刻 噗的一声巨响 两股强大力量直接发生了爆炸 雷尔莎人都惊呆了 他可是用了百分之六十的魔力 可爆炸却没能让红联和他剑的表面受损 与此同时 达文捕捉到了和雷尔莎连接的剑头 随即挥出了一道迅猛的剑气 虽然这一击没能够伤到他半分 但雷尔莎能清楚地感受到 达文的魔力在一刻剑内得到了爆炸 那把红联也绝非得到补充强化 达文便告诉他 红联吸收了钢铁抑制的特性 他将不再会受到损伤 并且能够抵挡住一切的冲击 而得知后 雷尔莎也不再继续放水 紧接着不断提升他的速度 无数残影顿时将达文给包围住 可这时达文却闭上了眼睛 他深知与雷尔莎之间的实力差距 但他早已心生计谋 随即就向正前方挥出一刀 眼看达文没能命中 雷尔莎便现出了真身 殊不知他已踏入了陷阱之中 只见达文徒手抓住剑的刀身 他早就猜到雷尔莎会从背后突袭 此时达文的双眼镜透杀气 使出了诸如王剑术的第一张 双刀斩 蹦射出的剑气瞬间席卷了整个竞技场 可等烟尘散去后 雷尔莎却毫发无损 他承认是他败了 但达文却将剑丢还给了他 给我使出你的全部实力 我倒是要看看七星舞者到底有多强 雷尔莎听完彻底怒了 表示绝对会浇灭达文的盛起 突然 他的身后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图腾 而这正是他拥有的银河守护者的祝福 达文的目的达到了 可雷尔莎却理智失控 只见他双眼散发凶光 脚尖开始蓄力 可等弹射出去后 他却失去了重心 顺势还落到达文的怀虫 一个弹指打得他嗷嗷大叫 但下一秒雷尔莎却露出了恐慌 达文解释了失去重力的原因 虽然我无法真正打败你 但我能切断你周围的魔力阻止特性的使用 随后便让雷尔莎教他所拥有的祝福 而之后的两天里 达文都在雷尔莎的指导下召唤银河守护者 可就在这时 一只蓝色精灵突然出现 而他就是银河守护者 只见他在嘴中呼出一口气 一阵冰龙卷瞬间就将达文包裹住 待他完全消散后 雷尔莎便说道 这就是银河守护者的特性 双早 可就在深红色药塞那头 却有人开始预谋如何悄无声息地除掉达文 这是一颗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苹果 它长在了最高塔顶端与天空相连 被誉为是天堂的水果 而它也是先祖阿斯兰留下的另一宝物 对于达文的寿命只有十年来说 这无疑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可达文现在面临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一旦进入深红色药塞 他们将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朱利安拍着胸膛表示这都是小事 他早就买通了里面第六魔法塔的人 生前捐给塔里面人的钱 到时候都可以提出来 只要掌控塔的人不死掉的话 可下一秒朱利安彻底崩溃了 达文无意间看到那人被暗地里谋害了 这也意味着朱利安人才两空 当初尽管是委屈自己少吃快堂 都得捐上个一两毛给喜欢的初恋啊 此后他的遗嘱被偶然发现 并将所有权力和财富都给了他的弟弟瓦工 达文表示得先调查此人 到时候才好要回属于他们的所有东西 而在四个月后 达文开始踏上前往要塞的挑战旅程 雷尔沙也已经跟校长赫卡交代好 只要他一到便会亲自来迎接 与此同时另一边 赫卡接到了派遣援军协助斩杀怪物的请求 二话不说就跳窗逃跑 瓦工人都麻了 但也只能是他去接待达文 随后便传送到城门上方 可等拿起望眼镜看到达文身旁的那位后 他速急就在手中召唤出法阵 这么传闻是真的 我绝对不会让这种废物进来要塞的 第一场考试就要把他杀掉 达文即将面对的考验 就是眼前这只雪地最强的捕食者蓝铜白虎 但达文早已饥渴难耐 他想尝试红莲在实战中的威力 便扭头嘲访蓝铜白虎过来咬他 白虎重新扣发不次地朝他重去 可达文却顿时觉察不妙 突然 另一只蓝铜白虎从右边猛扑过来 但达文身之寡不敌重 只好先暂时撤退观察局势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 还有近一百只蓝铜白虎往他这边靠近 然而这点却引发达文的不解 按道理 作为最强的捕食者不可能成群结队 而且他们身上也没有血腥味 猜测他们是魔法生成的幻象罢了 如果能坚持到施法者魔力耗尽 蓝铜白虎自然就会随之消失 朱利安表示这绝不可能 施术者一般会采取最节省魔力的召唤 真的蓝铜白虎只有一只 而其余都是幻象所映射出来的 只见达文嘴角微微上扬 因为他发现了 那只真的白虎就躲在最后方 随即达文便一跃而下 使出了银河流浪者的特制双走 达文每踏一步脚下就会结冰 让他能够在空中自由行走 瓦工看到人都傻了 这小子不是废材吗 怎么可能会有雷尔沙拥有的祝福 随后达文便一口气冲到了 白虎群的最后方 而在他眼前的这只白虎 就是映射出其余白虎的罪魁祸首 瓦工气的肺都要炸了 当即下令眼前两只白虎发动攻击 只见红莲吸收了双走的特制 达文展开剑道的这一击 也将得到流浪者的加强辩制 一击顺闪越过了前方 紧接着便给了真的蓝童白虎一记斩机 达文成功切断了他与施术者的魔力连接 而瓦工的法阵也随之破裂开来 他不禁开始畏惧达文 根本猜不透他目前的实力 对于魔法 他绝对比任何人都要了解 但事实不可否认 达文通过了第一场考试 瓦工随即下令打开大门供应他的到来 男孩只是在空气中放了个屁 就被他一巴掌护在了脸门上 可就是这样子的狠人 在阿登卡家族居然还有七个 如今达文被安排跟这个狠人同一间宿舍 他的复仇反击也正式开始 就在达文通过了进入要塞的第一场考试后 他就被院长瓦工亲自迎接 而在前往宿舍的马车上 瓦工委婉地转告达文 他将会被安排和其他人挤在同间宿舍 如今他正式成为了要塞的学员 所谓的身份地位都将归零 达文并没有反对这些规定 因为他来这里本身就另有意图 随后达文便询问在这里的等级化缓 瓦工表示在这里学员等级从9到11次逼走 但如果能在一级之后通过了晋升的毕业考试 将会被认定为是突破型的五指 可留给达文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在四年半内找到那个金苹果 便想让瓦工给予点天堂苹果树的线索 然而他却亚麻呆住了 果然小孩就是小孩 怎么相信这种欺骗人的传说呢 只好将就编造的谎言蒙骗过关 好在达文和朱利安已经看过有关他的记载 这才不会信以为真 但这也意味着 达文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收集信息 这时马车停下了 映入眼帘的建筑就是9级学员的宿舍楼 瓦工安排好塞尔和威尔逊住在一楼后 便给了达文一枚勋章 代表着他是9级的学员 而后达文找到了自己的3楼5号宿舍 可等他打开门后 眼前的场景整得他极其尴尬 即将成为素有的几人进攻迎他的到来 但等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后 才知道几人是被强迫这样做的 原来他就是阿登卡家族排行第六的马龙 也是从小对达文下手最重的凶掌 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面对达文的到来反手就喷了一堆垃圾花 朱利安气得肺都要炸了 特么看到他就来气 一看到就想起逼我吃垃圾的那个场景 达文当即反胃差点就曝出来了 他想起了那段记忆 马龙仗得他长得比较壮 就整天欺负比他弱小的人 如今来到了要塞 还把他的素有当狗一样使唤 朱利安捏紧拳头叫达文赶紧整死他 随后达文有善地和他握起了手 表示今后有劳他好生照顾下 可马龙却不时抬举一个劲甩开 警告别用那肮脏的手碰到他 达文顿时来了兴致 既然软得来不了就来硬的吧 你小子 怎么来这里三年了还是个渣渣酒精 怕不是你才是阿登卡最废的那个吧 马龙听后瞬间清惊报起 叫来一旁站着的素有 一巴掌直接就呼在他的脸上 还骂他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废语 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他在这里的地位 还暗里嘲讽达文也是这样的人 可达文却沉默住了 因为五百年前他报不了的仇 现在终于可以狠狠还他一笔老账 只见达文上前抓住马龙的肩膀 朝他脸门就是一击中拳 一旁的素有精的下巴都要掉了 哎呦不错嘛 你小子敢敢在这里当众挑衅我 抡起他那沙包大的拳头就垂了滚 达文一如既往淡定歪头 接着拎住他的衣领就是一击过肩摔 砸到地板后疼得那是喊憋又喊骂 随后达文转身告诉众人 身为武者绝不能向恶势力低头 这是最起码的尊严 突然在他的身后 马龙挥起他的剑就向达文砍来 男孩看到了五百年前杀掉他的仇人 也是这一世从小叫他吃垃圾长大的凶爪 可如今他们却住在了同一间宿舍 但来外头他还是肆意的欺负弱者 达文再也忍不下去了 发誓绝对要好生伺候他一番 飞机便抓住他的衣服就是一击过肩摔 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 而就在达文转身被对着时 马龙突然扔起剑就准备灭了他 但达文一个后侧则轻松 朱利安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干脆调坦他来场直系权威的对局 而就在瓦贡和赫卡吃着饭时 他的电话室突然响起 表示马龙和达文发声争执要进行决斗 他听完人都麻了 宿集原地使用传送魔法 等瓦贡到了决斗场后 负责这场对决的老师请求他的原谅 自己擅自答应了达文 可瓦贡没有责怪反倒称赞干的不足 接下来就报告给他达文相关的战斗信息 而瓦贡也以他作为院长的权威 同意了两方通过战斗解决争执 事后马龙也必须得好好解释清楚 达文随即便拔出他的红连剑 马龙不禁嘲讽他 你确定要用假货来和我对局吗 便在手中凝聚起血色魔力 表示不到一分钟就会让他跪地投降 只见无数血气威压从他的身上扩散开来 这正是恐怖之女的祝福 而周围受影响的人不禁颤抖起来 朱利安也发现这是可以让人感到恐惧的特性 但达文作为剑士 他是绝对不会畏惧其他剑士的 可马龙却慌了 他真没想到禁队那小子不起不论 表示达文绝对是耍了小把戏 抡起剑当即就要灭了他 就在他使出一记下坠攻击后 马龙原本以为这将必死无疑 但他错了 达文在毫里间顺闪到了他的身后 等马龙好不容易反应过来 就被他一脚踢飞到十米开外 紧接着达文使出特性双走 再通过钢铁抑制强化力量 坎生的威力直接将马龙硬塞进了地面 而他的下场瓦共早就猜到 马龙能保住在九级学员代表的位置 无非就是他的力量比其他人大 但达文现在正威胁着他的地位 这是一个紫发女走过来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身旁的人便告诉他 新来的达文简直强到离底 他竟能全程碾压打败了马龙 可紫发女却表示还没结束 马龙的威压是他与生俱懒的 但他神的祝福绝对不能小觑 再说院长不也还没正式宣布胜利一方 突然一道强大魔力从马龙的体内猛冲出来 赫然出现了 就是他拥有的最伟大神的祝福 能够随意地控制电力的力量 达文难以相信 这家伙竟也拥有两种特性 就在他愣神之际 他的右手仅是碰到点魔力就瞬间浇黑 男人是家族的顶级耻辱 却拥有着最伟大神的祝福 达文不禁被这股未知的力量给震慑住 殊不知警示稍微碰了下 他的手就瞬间被垫黑 约利安简直不敢相信 在被马龙支配的那段时间里 却没有觉察到他拥有这种力量 便让达文询问他 马龙表示这是与生俱来的 只是在来深红色要赛后才开始掌握 单靠威压本就能吓得同龄的人屁同要领 达文还是第一个不会被其影响到 但没想到竟能逼迫到使用这股力量 原本他就不想体验修炼带来的痛 毕竟他是阿登卡家族的侄系 不管最终成绩如何 校方都会让他顺利毕业的 马龙可不想和其他人一样 在这里接受狗一般的修炼课程 达文顿时呵斥他避上毒 此刻他的做法就和当初那个人一模一样 浪费了与生俱来的力量 普通人就算亲近一生都无法活 他根本就没有不该有的负责 而且还无止境羞辱和见他周围弱小 达文表示他就是阿登卡家族的侄 马龙忍不住大笑起 等你打败我再说这种废话 随即便在手中凝聚起电力 朝着他的方位就发射出 达文则一记纵跳轻松躲掉 而接下来 他发射绝对会让马龙付出应有的待遇 可此刻也快到达了极限 他必须使出诸如神的绝对剑斩秒杀了他 但马龙也丝毫不畏惧 只见他两眼散发凶光 肆意的释放电力展开攻势 瓦共觉察到不妙 现在的马龙处于失控状态 那家伙根本就是强制性的使用这个力量 就在这时 一路朝银步的碎石正朝着塞尔砸下 然而就要即将命中之计 瓦共使用魔法挡住了他 命令负责的老师前去疏散在场 随后就准备使用传送魔法 将塞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突然 瓦共满脸的不紧 在塞尔的身上的每一处进步马龙 与此同时马龙正处于发狂阶段 达文深知这个特性不容想去 但他的攻击根本就没有目的性 必须尽快找到攻破的漏洞之处 可就在他愣神之际 一道便利突然朝他醒 好在达文反应迅速用剑一扛下 而瓦共为了防止决斗场继续遭受破坏 便使出了魔法屏障 达文开始慌了 这对他来说无疑就是致命的限制 但相对马龙而言 就是给他强加上了有力的霸 此刻达文只能使出双走或剑斩其中一招 连忙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朱利安表示不一定得攻击马龙 他可以破坏除此之外的东西 这只马龙突然猛的狂想 达文随即使出双走越起 站在了魔法屏障上 紧接着便用剑直接插穿 马龙发觉到达文已经筋疲力 便决定使出他的权力一击 但却没有力度 直接轰开了魔法屏障 打开天后 产生的碎尸猛地朝马龙砸下 顿时决斗场就被烟尘掠罩了 等烟尘散去后 马龙被达文恶狠狠地抬在脚下 他也将以父亲的毒 惩罚由索阿登塔家族淋浴的家伙 这个惩罚 就是斩了马龙的右手 你还拥有世间罕见的透视能力 任何人在他眼中都只剩下一副裸身 如今他使用在了暗恋对象身上 而他的理由更是奇葩 单纯只是想满足下自己的欲望 就在达文斩下马龙的手臂之际 威尔逊便带着一名祭司赶过来 只见他一脸惊慌 这张二等祭司卡到底是谁的 达文表示这是他的 祭司本想继续调查他的来历 却被达文给制止了 确实如此 一名五级祭司根本就没有权力知道 随后便按照达文给的指示 用治疗魔法修复了被烧伤的手臂 断壁的马龙本以为看到了希望 可达文并不想立马实施救治 想让他在右手和尊严中选择一案 马龙被弃得咬牙切齿 但为了防止错过最佳时期 他当着所有人的灭力 大骂自己是没尊严的废物 而达文和朱利安的目的也达到了 就是要让自尊心强的他出场 随后祭司便对他使用了治愈魔法 瓦贡则对战斗后破败的决斗场进行修复 看到达文一脸的高傲 马龙却不想就此霸选 他才是九级学员中的王 便将电力注入到碎石中去 可就在他准备展开偷袭时 手镜被一脚猛地踩住 只见瓦贡双眼镜透杀气 警告马龙最好别给自己承受 校长给的麻烦是已经够多了 现在他该做的就是好好敬养刚接上的水平 而在鄙视的一周后 瓦贡便召见了达文 虽然知道他是以死姐姐的客人 但却发现达文调查了他家族的身世 而且还有目的地在接近自己 达文失诚地告知他先前是第六魔法塔的投资者 一开始确实是想要那份钱 可在了解到瓦贡的身世后 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一个被家族背景压制的无能少年 这和他儿时的遭遇如出一同 现在只是想聊聊彼此的感受吧 瓦贡便说到 他逃离了家族和萨米翁的魔法塔 以雇佣兵为生 如今却是在阿登卡的前线工作 他根本就没有执着于家人和两方是不是死对的 但达文对此感到不解 因为他没有舍弃家族的信誓 世世代代宝塔都是引领魔法塔的最强家族 以雇佣兵的身份活着肯定会妨碍到他 还没等说完 瓦贡突然暴怒 一个零星舞者根本就不懂 为什么我要离开魔法塔 如果萨米翁和阿登卡触发战争 那他就等于自毁前程 达文表示他也有相似的经历 不是为了报复 而是去包容事实 不想放弃宝塔的信誓 说明你对家人还是有一丝执着 听完后瓦贡想起了自己的姐姐 她是家族千年未有的奇才 但自己却是无能的废物 各种嘲笑也开始蜂拥而至 最终实在忍受不住这种压力 才选择远离自己的家族 此刻瓦贡突然一脸兴奋 因为他找到了人生中的知己 现在终于能够坦诚的面对自己 也表示他会将先前投资的前一并归还 达文感谢完后 便准备回去宿舍 这时刚好碰见了他的两个小谜弟 西安很是敬佩达文 他竟能得到院长的称赞 要知道这可是万年来托一回 而身旁的紫发女也介绍了自己 她是赐予马龙的九级第二代表萨拉 可就在两人握手之际 达文感受到了和他近五位似的特性 他居然在调查自己的身份 少年尝试第一次不穿内衣和鬼神签订契约 不仅每天都必须投喂2.5个灵魂 就连呼吸也将消耗他十年的寿命 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取鬼神短暂的力量 将自己的亲生弟弟斩杀于剑下 但这一切只因达文让他公众出阳相 他必须得夺回身为九级之王的尊严 可就在马龙回到房间时 内心却一直想要立即杀了达文 然而这股怨恨竟滋生出了一团血污 马龙不禁被吓出了冷汗 血污表示自己是他唤醒的鬼神 只要和他签订契约 就能帮助他实现任何愿望 而鬼神也不断地用你言刺激 你不是想要杀死达文吗 你不是要保住你身为王的位置吗 此刻的马龙在他的刺激下 怨恨之也达到了封底 他的意识已经完全被鬼神损控制 与此同时另一点 萨拉正测试着达文的实力和潜在力量 想要知道他为何能战胜称霸两年半的马龙 可这一看却发现达文竟是个灵星舞者 而且还是无法看到潜在力量的深红色气息 这时达文突然挣脱开来 表示他不喜欢以用特性的方式来打招呼 萨拉人都麻了 就连院长都无法觉察到自己使用的透视眼 居然被一个灵星舞者给看穿了 这时西安提醒达文让他不要深夜在外逗留 这样是很危险的 萨拉一脸行笑 表示可能会遇到大恶魔的灵魂 这不禁提起了达文的性质 连忙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西安便解释道 在大恶魔被英雄卡金杀死后 他的灵魂却没有因此消散 而是化成无数漂至世界各地 只要和他的一部分签订契约 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达文很是不解 心想这一切不都只是个传说而已吗 来自五百年前大恶魔的灵魂 按道理应该是死在牢狱之中才有 随后他们便回到了宿舍 西安告诉达文今晚是他职日 现在他必须回去站岗 晚点他再回来睡觉 这时达文却发现了不对劲 马龙这么晚近没回来睡觉 可就在西安拿着灯在外站岗时 突然 在眼前居然凭空出现了血色迷雾 他提着心想过去一趟纠近 然而下一秒 他的手臂竟被硬生生砍掉 只见马龙散发着杀气出现在此 告诉我 达文在哪里 法外狂徒竟被最高权威的神明选中 可却反倒和最弱魔神签订契约 虽然能暂时获得堪比神明的力量 但他的每次呼吸 甚至都会消耗自身十年的寿命 然而现在的马龙意识已经被魔神控制 他唯一的执念就是杀了弟弟达文 此时的西安正在外头守夜 在他的前面 突然出现了一团血色迷雾 他不敢轻举妄动 但下一秒 他的左手竟被剑气争断 只见马龙全身弥漫着血气出现在此 告诉我 混账达文到底在哪里 西安简直不敢相信 马龙居然和魔神签订了契约 看着被蹂躪时长两年半的人 拿着剑纸的自己 还说他不可能再有丝毫畏惧之心 马龙直接一把捏住他的脖子 将他狠狠地塞进地里 胆敢对网友谋反想法 自己就会将他彻底扼杀除掉 就在马龙即将嘎了他时 所幸一道剑气袭来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强大的威压甚至还将马龙击退数十米 而赶来的人正是九级指导员布兰德 此刻他也觉察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断定马龙已经和魔神签订了契约 可这一击似乎让他更加兴奋 比起断臂的西安 九级指导员更适合让他测试获得的力量 布兰德甚至凭现在的实力 根本对马龙造不成伤害 便让西安立刻去拉响警报 与此同时在宿舍那头 达文正思考着 战败后的马龙会不会因气急败坏而自杀 突然 摄友都被警报下行惊魂未定 因为想起就代表着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 达文下意识就想到了西安 就在他急忙跑出宿舍时 恰巧碰到了萨拉 便问他现在要过去哪里 萨拉表示有警报就得跑出宿舍了 这时达文神色惊慌 他竟嗅到了血腥味 随即吩咐萨拉 赶紧使用电话十联系院长搬救兵 估计现在已经发生了极其恐怖的事 可刚跑一段路警报却停住了 而且就连魔力也都消失不见 但如果战斗真的结束了 究竟是哪方营还未确认 为了以防万一 达文就问萨拉懂不懂防御魔法 萨拉则表示他目前掌握移 但想使用他的话 凭他们几个九级学生根本不可能 因为阿登卡家族秘书的基础仪式 三角形防御 是得有一个五星五者或更高等级站在中间才可施展 一旦不满足条件 法阵将会瞬间瓦解 这时他们也跑到了大门前 可就在达文推开门时 门外地上大片都布满了血迹 而且连布兰德也已经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此刻在他们的头里 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团 对赶来的他们立即发动攻击 达文飞机拔出红莲硬扛住 质问他到底是谁 马龙便从血团中窜了出来 看到所有人都集聚一起 他不经狂笑不止 而接下来 就是他展现身为王力量的时刻 在他恐怖之女的威压之下 除了达文以外的学员基本都沦陷了进去 见他们都一般怂妙 达文瞬间爆出自身全部魔力 身为五指 就得拿起手中的剑客服恐惧 而在达文的言语激发下 所有人也都纷纷不在畏惧 这把马龙气得直冒青惊 可面对打败了五星舞者护兰德的马龙 达文甚至凭他们根本就无法抗衡 等院长收到通知前来营救也得一段时间 便让萨拉立即施展防御魔法 萨拉人都麻了 他之前都说过 法阵的中心必须要有五星甚至更高的舞者 但下一秒他却感受到了足以驾驭的力量 只见达文浑身散发着强大魔力 让我来 少年活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掉自己 只因堪称最强防御的法阵 是需要一名五星舞者 甚至更强的人站在中心才能施展 但达文却连一颗心都没有 一旦失败 他的生命就会和法阵一样瞬间瓦解 可即便如此 达文还是执意让萨拉赶紧开始 身为九级学生代表的他 也必须时刻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 萨拉听后无言以对 宿级就命令众人施展防御法阵 并以达文作为此阵的中心 马龙不禁嘲笑起达文 表示就算死也要死在他自己的手上 达文一脸无懈 要是马龙凭着和大魔王的契约 还被法阵限制住的话 那他今后的脸皮就没地方割了 这时朱利安提醒达文趁机赶紧逃跑 现在的马龙绝对不是他能应付的 别忘了当初来这里的目的 达文早就想过 可要是他一走了之 那身后将会是数百具倒下的尸体 在法阵施展的三秒后 忽然达文感觉身体跟要爆炸似的 但他必须强忍并且驾驭主 与此同时马龙开始了他的暴走攻势 可攻击却被法阵硬扛了下来 马龙简直不敢相信 就个灵星菜鸟竟真的让他给驾驭主 顿时怒气冲天 朝着法阵再次发动攻击 此刻达文感受到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简直就是怪物般的存在 虽还是能够勉强抵挡住 但马龙在获得这股力量后 他的恐怖之女散发出的威压也得到了加强 让身后众人再次陷入了恐慌之中 自己的尊严战斗 看着既要支撑法阵 又要兼顾队友心里的达文 萨拉打从心里的敬佩 他也得做出身为代表该做的 随即命令众人毫无保留 释放出全身的魔力 而在他们齐心协力之下 马龙进步敌法阵 被击退出十米开外 见局势开始扭转 达文就奉劝他在院长赶来前赶紧投降 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可就在马龙想要放弃时 鬼神却冒出来继续刺激他 反复告知现在唯一的目的 就是杀了达文找回尊严 而在他的调侃下 马龙竟重新站了起来 甚至力量都得到了提升 现在的他彻底沦为魔神的一枚妻子 不惜献出生命也要灭了阻碍他的人 达文顿时神色惊慌 他能清楚感受到接下来的攻击 将会是马龙毫不保留的权力一击 只见一道强劲的剑气袭来 脚下的石头接连飞出 法阵的平衡也开始受到了影响 随即马龙便纵身一跃 想要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防御法阵 伴着想尽天彻的爆炸声后 法阵竟还完好无所 回头看去居然是西安拖着断臂打来协助 这下彻底激怒了马龙 无数血色魔力从他的身体暴射出 达文感觉大事不妙 可下一秒他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影 与马龙之间衔接的剑袍 竟诡异的出现 男人死前的愿望竟是杀了自己的弟弟 可就在他要得逞之际 他的身体却被魔神给捆绑住 还被人用最强的封印术做成了冰雕 而谋划这一切救下达文的人 居然是当初一心想要杀死他的校长 就在刚刚 达文看到了与马龙右手连接的黑色阵 他很是诧异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出攻击的打算 当物之急是靠着防御法阵撑到援兵档 可这终究有个极限 这时法阵表面开始出现裂缝 达文便大喊萨拉等人做好迎击准备 他决定将众人凝聚成的力量转化为攻势 马龙见状哈哈大笑起来 这正是他想要的方式 随着达文爆出流浪者的祝福 朝着马龙直接就使出了双走速切 虽然这一击对他造成了多处致命伤 但似乎鬼神的力量能够将其快速愈合 而且他也没有顺着黑色剑道来展开银机 这下彻底激怒了马龙 手中凝聚起强化后的电力 势必要将达文烧成灰烬 只见一道强劲的电力流冲去 达文就连防御都来不及做出 直接被全部命中 等马龙的攻击消散后 烧焦的左手让达文拿不稳剑 但他绝不可能临阵脱逃 这次他绝对要找到最好的角度使出整机 可下一秒达文的左手竟被马龙徒手捏住 马龙不禁嘲笑起来 这难道就是你的全部实力吗 还想靠着半飞的手臂挥剑战斗 简直可笑至极 随即便充斥便力想彻底废了起左手 眼看红莲从达文的手中掉落 如果是上一世的他估计只能任由宰戈 但这一世的他是用双手去战斗 绝不会放弃这次的机会 毫不保留地使出绝对剑战 并顺着黑色剑道将马龙的右手臂卡了下 伴着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本以为自己打败了马龙 何等烟尘逐渐散去后 马龙却重新站了起来 这时达文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影响 故身在马龙身上的鬼神消失了 原来这黑色剑道竟是除掉的唯一方法 但马龙想要杀掉达文的念头仍存在 随即便爆出最伟大神纯粹的电力力 没了鬼神的加持达文根本就不必害怕 只要再次顺着剑道使出绝对剑斩方可击头 然而事与愿违 达文的心脏传来强烈的剧痛 身体的美触机能也都无法被大脑控制 可马龙的攻击即将命中 达文不想放弃这一生 他还没有找到500年前大魔王残缺的历史 就在这时 无数魔神出现在此 马龙的攻击直接被限制住 达文险些命丧黄泉 还好院长瓦共及时感 他的脸色极其暗沉 因为已经提醒过马龙别给他添乱 接下来将会施展最强的冰封法阵进行封印 马龙被吓得冷汗直流 连忙求饶瓦共放过他 但有人却让他放弃为好 这个冰封阵只要施展成功 任何拥有魔力的人都不可能逃过 虽然在施展时需要消费很长的时间 而他正是红色要塞的校长赫卡 马龙气得轻惊抱起怒骂达文 这次的仇即使没报仇 我也绝不会轻易饶过你的 别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 等冰封结束后 赫卡转头询问达文伤势如何 并感谢他救下九级的所有学生 可这时的达文早已累他 但他不可能原地躺下 仍靠着手中的剑墙忍剧痛撑着 这让赫卡爱上了达文强大的意志 告诉他现在可以休息 而在达文婚局过去后 他来到了一处神秘空间 却看到了朱利安的神魂开始化解 男孩被锁在梦里 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五百年 可这段时间发生的历史 却被自己的仇人窜感 所有和男孩有关的人不是被杀 就是不再有他的记忆 但唯独有一个人 而且他还告诉了达文一个天大的秘密 就在达文婚厥之后 赫卡找到了他的父亲卡汉 在马龙与鬼神签订契约后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虽然众多九级学员都没受到很严重的伤 但教官布兰德却在保护学员中 被马龙一招毙命 卡汉表示会极力资助到所有人都康复为止 可有一点他很不理解 那就是为什么逆子马龙还活着 按道理鬼神会以付出生命为代价 赐予签订者堪比四星舞者的力量 一旦力量消失 也就代表着生命到达了尽头 赫卡虽然已经派出几名高级法师调查过了 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原因 据在场的目击者所说 马龙摆脱鬼神的控制是在被达文斩断手臂之后 被砍下的手也无法重新接回去 这时卡汉突然回想起 难道又是在上次比剑大会上所使用的奇怪剑术 随后便对马龙下达处分 他将永久在牢狱中度过 武者的尊严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至于达文 卡汉决定召见他并给予丰厚的奖励 可赫卡却告知达文在被祭司治疗后 至今还处于昏远 与此同时 达文来到了一处神秘空间 朱利安告诉他这好像是马龙的记忆 达文很是不解 先前根本就没有遇到这么奇葩的事 打败对手还会来到对手的记忆当中 就在他设想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时 身后传来了马龙的声音 这段记忆是在达文来到要塞前 院长召见马龙的时段 他自认为已经是九级学员中最强的存在 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控制大脑巨人的祝福 寡公质问他 身为阿登卡家族的后裔 如果不想止步于这个阶段 那就赶紧释放出你的祝福 只见马龙毫不费劲就弄出魔力流 达文和朱利安都惊呆了 突然周围飞舞四起 朱利安也凭空消失不见 这时达文看到了500年前的母亲 还知道现在的空间是处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可曾经最信任的伙伴都离他而去 而且在比剑大会上被刺杀也历历在门 随后他就被锁链捆绑 再次来到了死去的监狱之中 此刻阿斯兰站在了达文的面前 他发誓绝对会为达文的荣誉而战 即便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这时却出现了不该有的记忆 那就是长大成人后的阿斯兰 只见他喃喃道 阿斯兰就是朱利安 达文兄长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在500年后再次相见 可似乎这段记忆并不属于达文 他听不清阿斯兰到底在说些什么 等想继续追问阿斯兰时 他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达文一脸诧异 阿斯兰 你到底对我的尸体做了什么 少年被誉为万年来天赋异禀的天之骄子 也是萨米翁实力最强的第六儿子 即将代表家族出战今年的交流大会 而达文也被委派作为他的对手 究竟双方谁才堪称天赋最强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就在达文从神秘空间出来后 他看到了不该属于他的记忆 不明白500年前在自己死后 阿斯兰到底对他的尸体动了什么手脚 突然洗脸盆掉在了地上 塞尔和威尔逊看到主子康复醒 激动地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 哭着喊着以为这辈子再也没办法见到 达文很感谢他们的关心 但没必要哭得鬼哭狼嚎 这时校长赫卡刚好过来看望 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后 便让达文叫自己姐姐就行 校长的称呼过于硬气 再说自己的职务也都是瓦工在全城掌管 只见赫卡画风突变 姐姐能否请你帮个小忙 就是和萨米翁家族的第六儿子切磋一板 达文既震惊又疑惑 究竟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赫卡也实话实说 他希望达文能参加一年一步的家族交流大会 这是基于萨米翁和阿登卡两大最强家族 推荐出代表在武术中的切磋 以及今年的举办弊点 将会在深红色要塞如期举行 到时候萨米翁家族的人都会过来这里 但达文还是不解 为什么现在才和我说这件事 赫卡无奈表示都是因为马龙 原本的计划是让他去的 但是现在的他已经被永远禁闭在牢狱之中 所以经过挑选 决定选择年龄和技术几乎相同的 据说萨米翁家族的第六儿子 实力是他们当中最强的 除了你的姐姐德亚打败过后 几乎未逢敌手 虽然强势强了点 但还是希望你不要有太大压力 原本就没有报能够赢的打算 可达文却是信心十足 如果就此输给了萨米翁 那不就违背了阿登卡家族的意愿 果然是姐姐看重的家伙 我欣赏你的勇气和想法 就在这时 塔汉亲自过来造访达文 只见塔汉咧嘴一笑 我保证绝对会凯旋归来 塔汉表示很期待他的表现 随后便带着赫卡离开这里 我来的目的是为了达文的奖励一事 经过层层筛选后 我决定在深红纪念碑上 由我亲自雕刻达文的名字 赫卡对此震惊万分 纪念碑上课的都是阿登卡英雄的名字 功成名就者必刻于其上 我知道达文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但和九级那时的德亚相论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然而卡汉只是说了句 九天后见就离开了 与此同时 达文正思考着这次的交流大会 或许这就是阿斯兰所希望的 最能证明超越萨米翁家族的机会 而且也可以知晓目前实力是否存在差距 便询问朱利安 他是否见过萨米翁的第六儿子 朱利安表示自己在没死前 凭他那点实力 根本就没资格参加交流大会 更别说能见到萨米翁的人 达文只希望自己能有赢他的机会 朱利安告诉他 即便我们有着绝对渐斩 能赢的概率还是小之又小 在打败鬼神附身的马龙后 你的星术估计也能勉强接近四星 但目前的对手可是天赋极高 估计实力早已接近五星 可达文非但无所畏惧 反倒决定现在就去进行修炼 朱利安虽然极其反过 但达文的决心他根本就动摇不得 随后他便来到了训练场进行剑术特训 可就在这时 达文一脸惊讶 雷四镜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是史上最强的神器锻造师 并且拥有最高神明赐予的三昧真武 如今汉森通过魔法水晶找到了达文 并且告诉了他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在达文为了战胜萨米翁的第六儿子 开始他的修炼之路时 雷斯突然出现 在交谈中达文得知 雷斯发现了和五百年前有关的线索 并且他很好奇关于阿登卡家族的背景 因为除了自己外 家里没有其他人拥有武术厅 这时达文想起第一次见到雷斯父亲时 轻轻一推就将他击飞出数十米远 对此雷斯也是百思不得其几 最终在他的百干纠缠下 他的父亲终于给了他一个答案 随着父亲在书架上 施展解封的魔法后 一道地下室的楼梯出现在雷斯的眼前 父亲称这里为阿登卡家族的隐藏档案馆 族长卡汉都从没进来过 更是世人不知晓的存在 所有记录第一代阿登卡家族的明暗史都在这里 而他们则是守护档案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但在五百年之后 甚至现在档案馆就被揭晓出来 那他们将会是唯一一个损失的家庭 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家业 就在这时 雷斯看到了一本历史书 并且在猜测中可能是达文最想知道的 然而雷斯想要带他去看的话 就得先继承家主的位置 对此达文不太建议 毕竟这是他们家庭高度机密的家业 雷斯表示他的生命都交代在他的手上 这些根本就不是事 随后他便掏出了一块魔法水晶 这是我去修理破碎的箭矢 汉森托我转交给你的 他把要和你说的话都记录在这里 汉森先是让达文保管好这个魔法水晶 他具有着照明和短暂录制的功能 而接下来 也是他发现有关龙骨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找到了那场锻造酿成火灾的原因 那时的我刚将龙骨移植到红莲剑时 它就突然发生爆炸 并且在吸收了我的三昧真火特性后 引起的火焰是不能被轻易熄灭的 这也就意味着 想要再锻造出一把龙骨剑绝非易识 除非是把你给我的额外龙骨 锻造成一把特殊的龙骨锤 因为我拿了两块龙骨碎片做实验 吸收特性的一块和原本的是互不影响 也就是说只要靠龙骨锤 就有可能锻造出一把屁美同年的龙骨剑 这时魔法水晶的录制时间已到 而雷斯也决定回去找汉森 他得先回去取回修复的剑 只见达文突然站起身 他想拖雷斯告诉汉森 把额外的龙骨锻造成龙骨锤 之后只要他找寻到更多的龙骨 再给他锻造成龙骨锤也不迟 等两人到完别后 达文便想回去继续修炼 朱利安告诉他 他们两个人说的话感觉没什么用 达文表示一切皆有可能 这些都是让他们变得更强 并找到另一条出路 所以现在 他们得先找到打败萨米翁第六儿子的方法 朱利安表示马龙都很难对付 对付一个天才根本就是男上加男 但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获取马龙大脑巨人的助力 也许胜算会有所提高 可达文觉得这绝对不可能 马龙不会教他的 朱利安一脸自信 我们不是看到了马龙的魔力流吗 当然对于人的记忆肯定不信 但我可是神 只见在朱利安的眼睛里 竟记录着马龙的祝福魔力流 少年将自身的三颗心脏炼成混蛋 只为召唤这世间实力最强神明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 就在刚刚 身为神明的朱利安告诉达文 他已经窃取到了马龙的祝福 只见一道三角魔力流映射在他的眼睛之中 为此达文迫不及待 就想让朱利安立马告诉他掌握的方法 朱利安顿是画风突变 你以为你有九条命吗 要知道大脑巨人的祝福 可是四大祝福中最具破坏性 强制性尝试后果绝对惨不忍睹 除非你能做到再回去要赛前 尽可能的多去恢复自身魔力 睡眠达到九小时以上 冥想不超过一个小时 但最重要的还是绝对不能施加训练 如果你打破了其中一条规则 那我绝对不会将方法告诉你 画面一转 达文即将回到深红色要赛 然而周围多出的马车却让他很是不解 赫卡便解释道 今天是为你举办颁奖仪式的日子 等来到阿登卡家族的纪念碑后 达文的兄弟姐妹都作为级别代表 率领着学员来此排列队伍 可当感受到排名第一的三姐汉纳散发的魔力时 他不禁毛骨悚然 这实力差距简直过于离谱 此刻达文突然一脸欣慰 因为他看到好友全都平安无事 等一切准备就绪 便轮到族长卡汉出场 他承诺过会亲手将达文的名字刻于其上 随着他接过红联剑 颁奖仪式正式开始 这一刻也将会载入阿登卡家族的史册当中 几天卡汉顺势拔出剑 空气就像禁止般被划出一道裂缝 随即便暴射出全身魔力 朝着纪念碑挥出一道十字盏 顿时周围飓风四起 仅仅是随手一挥 就令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不稳脚跟 连他的孩子 也都是第一次目睹自己父亲的真正实力 随着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后 仪式也迎来结束 而达文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一举拿下萨米翁的第六儿子 之后他就按照朱利安的训练方法 开始掌握大脑巨人的祝福 在形成基础魔力流后 必须专注于形成最完美的三角形 因为大脑巨人乃是大脑神族中最强的 就在这时 一道强劲的闪电猛然劈下 达文成功了 他的精确度竟达到了99% 此刻赫然出现在眼前的 正是大脑神族中的最强神秘 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 达文突然浑身颤暖 难道就连达文都没法完美控制住吗 少年为了得到至高雷电之神的认可 不惜被十万伏特惦记了整整两年半 而为了获得神明的力量 少年更是割下自身心脏作为交易 就在刚刚 达文成功召唤出了大脑巨人 可无数闪电不断地从他体内倾泻而出 这时大脑巨人走了过来 他对达文很是敬佩 竟能靠自己来获得神性 然而目前情况并不乐观 朱利安便询问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大脑巨人表示毫无问题 你们触发祝福召唤了我 而我则给予你们所想要的力量 仅此而已 朱利安神情慌张 因为单纯是这样 是绝不可能出现力量溢出的现象 大脑巨人解释道 由于达文拥有着传导骨骼 此时他的身体就如同海绵般 会不断地吸收力量 能否全然接受还得靠他自己的本事 可照这样下去 达文绝对会就此死掉 随后大脑巨人给了他建议 那就是停止魔力流动 闪电同时也会消散 但取而代之的是再也无法获得文艺 简直荒谬至极 那他们之前所做的不都白费了 大脑巨人顿时怒气上冲 召唤我的是你们 想要得到我的祝福也是你们 现在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你反倒觉得荒谬 麻烦认清你的地位 你不过只是一介半神 而且赵达文这种情况 他分明就是知道 只要停止魔力流动 就会失去所有 随即大脑巨人决定指导他 控制住我的力量 并将其完美保存在身体里 你必须做到这一点 才能完全接受我的祝福 朱利安认为不能坐以待毙 虽然身为半神的他神能很弱 但起码得保住达文的心脏 只见无数蝴蝶环绕在他的周围 为他的心脏形成了一个防护罩 就在朱利安以为进展顺利时 突然一道强劲的闪电 直接冲破他的防护罩 朱利安本想继续施展神能 可力不从心 使用过多神能的他身体 逐渐透明化 而没了他的保护 达文的心脏瞬间 就被闪电包裹住受到重伤 很快就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 朱利安随即大喊 请求别人的帮助 似乎祭司听得见他的话 匆忙地赶来查明情况 而他正是先前帮助达文治疗过的雪佛兰 这也让朱利安明白 他的声音是可以传达给拥有神圣力量的 之后雪佛兰从他的口中得知 声音的来源是存在于达文身边的神秘 随后朱利安便告诉雪佛兰 他会尽量抑制住达文身上的闪电之力 以此来争取到抢救时间 而在雪佛兰的治愈下 达文的神情也逐渐恢复光泽 与此同时 萨拉找到了院长瓦工 请你教我使用魔法吧 你还对魔法一窍不通 可他拥有的魔力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 只因他是世间罕见魔体的最后一人 而为了能保护他的主人 塞尔决定尝试修炼魔法 为此他找到了院长瓦工 请求他作为自己的魔法指导 瓦工便告诉他 在达文和马龙交战中 我挡下落实救下了你 可你体内所蕴含的魔力 却让我大为震惊 超出了我对魔法研究的认知 为了搞清楚你的魔力 房间突然亮光四起 瓦工本以为是敌人来袭 就命令塞尔赶紧躲在他的身后 可下一秒他们却目光呆滞 达文竟出现在他们面前 雪佛兰告诉两人不要慌张 达文现在的处境很安全 而且他似乎已经获得了机会 之后塞尔也将修炼的事告诉了达文 朱利安对此很是激动 如果是瓦工叫出来的 绝对会是很出色的魔法师 随后达文提醒塞尔练习魔法并不简单 想要修炼就得做好吃苦净 塞尔剑得到同意后很是兴奋 这下终于可以替主人出奋力 此时的瓦工能很明显地感受到 达文的实力再一次变强了 并且领悟的新力量 正是马龙大脑巨人的祝福 为了让他好好休息 瓦工便叫上塞尔 现在就去开始制定修炼计划 见状达文想起了阿斯兰 如果他还在的话 就有人可以教他 使用阿登卡家族的所有剑术 所以现在找剑术老师 只能寻求瓦工的帮助 瓦工一连猛圈 找老师不应该找你自己的老师吗 就算是要塞也不会提供的 一般在小时候都会预先找到相应的老师 朱利安告诉达文别想了 那时候的他被称为废物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发誓 作为自己的老师 为此达文想到了办法 画面一转 威尔逊将达文的信交给了雷尔莎 随后他就将这封信转交给了卡汉 从信中得知达文想要一个老师 雷尔莎这才想起忘了这件事 他早该给他找一个钱去要塞的 这时卡汉询问雷尔莎是否同意 作为达文的老师 雷尔莎拒绝了 因为他所使用的剑术 并不是阿登卡家族的 这样只会让达文陷入混血 但他可以推荐一个合适人选 使用着阿登卡家族的剑术 并且是大脑巨人的拥有者 如果选他作为达文的老师 绝对可信 而他就是白剑部队的副队长梅林 男人每天都要滴一瓶滴滴位 给罪费少年 可如今却要被委派去当他的剑术指导 只因梅林习得一身高强的阿登卡剑术 且有着雷霆巨人之称 其实力绝不容小觑 就在雷尔莎与组长卡汉挑选完人选后 他立刻就找到梅林 并要求他前去接管一个新的职务 有一个必须得他教的人 而在听到是罪费少年后 梅林很是震惊 雷尔莎随即便和他解释 因为在达文小的时候能力较为垃圾 长老院根本就没有支持他的理由 可现在他却成为了下任组长的最佳人选 一开始梅林本是拒绝的 雷尔莎便透露出达文刚唤醒的大脑巨人 梅林立即就收回拒绝来的性质 但目前有太多的理由不能过去教他剑术 长老院对我意见本身就很大 如今还要我去教一个被他们抛弃的少女 只见雷尔莎一脸泪笑 要不我们打个比 如果达文能战胜萨米翁的第六儿子 那你就得成为他的剑术指导 画面一转 达文正在修炼他刚获得的闪电之力 距离交流大会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 他必须得尽可以接受大脑巨人的力量 就在他使出祝福之力微电流时 闪电却不能够很好地缠绕在剑身之上 这时达文想到先前马龙发力的状态 随即他便加大能量输出 可由于无法控制住 导致力量顿时暴走 直接就将训练场轰成废墟 虽然达文能感受到闪电充斥他的全身 但想完美使用这股力量竟如此之难 就连朱利安都很难相信 马龙到底是怎么提升微电流的强度 现在他们就能最低级的都无法控制住 你不是发誓过 绝对会让卡汉父亲刮目相看的吗 这整个朱利安小脸通红 但玩笑归玩笑 随后达文告诉他 你还记得雷尔莎给的回信吗 他们虽然挑选到了合适的人选 可那人目前是拒绝的 并且有着长老院的限制 而长老院是为了分散组长的势力存在的协会 甚至没有他们的同意 组长都不能擅自决定一件事 即便雷尔莎很想帮助我们 却暂时脱离不了目前大管家的职位 所以今年的交流大会 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胜利 这时朱利安灵机一动 表示还有办法可以尝试 那便是营救汉森所使用的萨米翁剑术 达文当即否决了他 如果明目张胆地使用 绝对会被后妈抓回去审问 可关于前世的剑术 以他这种状态下 自己也无法保证是否能够重新整理 与此同时在萨米翁组成奈狗 卡宫正面对着一只蓝铜白骨 因为他听说进入深红色要塞的前提 便是斩获其周围最凶猛的野兽 就在这时 萨米翁的长老院安德找到了他 并转告其关于此次交流大会的对手 阿登卡家族的第七子达文 目前他已一种极快趋势在成长 实力已经是阿登卡数一数二的存在 并且还提醒到 交流大会对于萨米翁家族必大于力 如果对绝书了 我们将遭受无法比拟的屈辱 突然蓝铜白骨正拖了束缚 朝着卡工冲了过来 可他却丝毫不慌 顿时周围亮光四起 只见一道魔法光圈出现在此 下一秒蓝铜白骨瞬间就被碎尸万本 我将会让孬种阿登卡知道 谁才配拥有这片大陆的最强天赋 少年天生独弊却不从天道 单靠半只手就夺得最强剑地之城 可由于他出生地位卑贱 竟反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至死 如今达文重生回到五百年后 却再一次见到曾经谋害他凶手的身影 就在刚刚 达文正修炼着上一世萨米翁家族的剑术 此时萨拉刚好突门而入 暴射出的威压直接让他无法动弹 但红联剑上所缠绕的紫色剑气 萨拉从来都没有剑到过 就如同凭借气息去凝聚成一把全新的剑 而达文在看到他后 也是收起红联剑打了招呼 并询问他来找自己有什么事 萨拉便立马拿出他带来的礼物 这是一颗记录着萨米翁卡公信息的魔法水晶 达文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表示胆心 萨拉小脸瞬间羞红 内心小路顿时乱撞 但还是提醒到 里面的录像估计有点不可描述 达文在听后脸色瞬间暗沉 可为了提前知晓卡公的实力 他必须亲自过目一遍 只见两道影像从水晶中映射出 这不禁让达文夸赞500年后的技术真是牛叉 然而下一秒 达文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因为此时卡公所用的招式 竟不是普通的洋装攻击 即便他挥剑攻向了对手的下半身 却只是想迫使对手进入防备状态 而在他不断的斩击中 还藏着一招威力极其恐怖的必杀技 只见在刀光剑影间 对手的武器直接被卡公摧毁掉 而没了武器的他也举起双手投降认识 此时卡公露出了一脸邪笑 你认为这就结束了吗 随即挥动武器狠狠地打在对手的脸上 这就是你挑战我失败的下场 达文剑撞气的轻金爆起 因为卡公完全就像上一世卡金的模板刻画的 不管是他所使用的剑术 还是他残害对手的恶毒习惯 都在提醒着达文 眼前之人就是卡金的转世 无论如何 我都要血洗前耻 与此同时 萨米翁和阿登卡所有的魔法师正召开着会议 正是你们所知道的 家族交流大会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从魔法地牢中找到宝箱 其次是家族代表与捕获怪物的对质 最后则是大会的关键环节 双方家族派出代表进行剑术比试 他正是魔法师的领袖阿尔贝托 我们负责的是寻宝环节 接下来就是挑选第一阶段中的怪物 这时瓦贡率先提出建议 他考虑到阿登卡出战代表的实力 认为应该选择八级的恶魔或者爬行野兽 对于三星的舞者 这类型的怪物已经不够困难了 就在这时 第六魔法塔的负责举手提议 我认为怪物应该挑选八级幻兽弗拉克 瓦贡的火气一下就冲上来 你TM玩笑别开太大 如果使用幻兽弗拉克 将会是萨米翁第六子一个人的舞台 可他却不屑地回应 实力太菜就别找借口 不行就滚回家去 这话显然彻底激怒了瓦贡 当即就使触摸力想封住他的臭嘴 但他还在不断羞辱瓦贡的前身 大战即将一触即发 突然 阿尔贝托大喊一声制止了两人 既然存在意义 那我们就采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不同意阿登卡建议的请举手 等看到除自己外 所有人都举起手后 瓦贡这才意识到 这里特末全都是萨米翁家族的狗 那么现在 基于投票后的决定 我们最终的选择 在如此天差地别的实力面前 达文竟还做出了一件 令所有人积瑟斯的举动 就在瓦贡参加大会的商讨会议时 他竟忘了对方 全都是萨米翁家族的狗狗 导致在大会第一环节的怪物选择 成了难度极高的幻兽弗拉克 面对此等赤裸裸的挑衅 瓦贡本想以一敌牵展现绝对实力 但念在地盘在于他们之上 最终他也只能无奈接受 现在唯一能祈祷的 就是达文能代表阿登卡取得胜利 赫卡一脸不解 你难道真的相信达文能赢吗 我还记得你曾在竞选中说过 派达文出战的胜率连1%都不到 而且对方可是富有大陆最强天赋的天才 难道你认为他刚领悟闪电之力 就能拿捏得住吗 见赫卡的欧派逐渐靠近 瓦贡便使用传送魔法逃离开来 一溜烟就冲出门外 虽然瓦贡认为赫卡在胡闹 但他在这件事上比任何人都严肃 很快交流大会如期而至 各路记者纷纷开始记录这历史性的时刻 即便旁人都认为是马龙无法参加卡换的 但达文只想用实力来消除鱼路 并证明阿登卡家族才是最强的存在 此时大门缓缓上升 来者正是达文的对手卡公 一道就摆出一副假惺惺的名量 很高兴认识你 能和你这种同龄人交朋友我还是很乐意的 可达文一眼就看出 见到自己的这一刻 卡公的内心极其不爽 全身还散发着一种想致他与死地的气息 我希望你能用实力证明自己 达文也不给他留情面 不知道公认最强天赋的高手 拜下阵来是什么话呢 众人因他们的对话捏了一把冷汗 即使对决还没开始 两人展现的威压都是在给对方一个警告 大会的警钟敲响 观众席纷纷响起激昂声援 随着赫卡一声怒吼 观众瞩目的家族交流大会现在正式开始 大会的第一环节是寻宝 参与者将会被传送到一个魔法空间 率先找到这个箱子的队伍极为获胜 但在空间会出现用魔法制造出的怪物 号称八级最强的幻兽弗拉克 听到怪物名字后 观众席的人难以置信 这届大会的水平竟如此之高 由于上届大会的败家是阿登卡 达文必须先选择两名队友陪同第一环节 为了让达文挑选到最有利的学员 赫卡还提示了自己所看好的 可达文却偏不听他的建议 选择了九级学员中的哈蒙和西安 赫卡直接压麻呆住 由于记者不知道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连忙翻阅资料 最后才知道 两人竟是要塞九级学员中最鸡肋的存在 为了能够激发海豚继续跟轮回本质的动物 希望各位观众老爷们也能支持新开坑的漫画 并送上免费的小星星 谢谢大家 少年为了打败跨越500年的对手 竟选择了两名天赋最差的人作为队友 赫卡故作镇定 告诉我 这是你开的玩笑对吧 又或者你想要为了比赛的失败找借口 达文立即做出回应 第一个理由是在自己击败卡公后 完全不给他找借口的机会 第二则是两人流淌着阿斯兰仙族的血液 即便现在确实很弱 但卡公会把自己的挑衅当成失策 随着卡公选择完实力强劲的队友后 意味着萨米翁取得第一环节胜利概率较大 面对达文反常规的举措 寡贡只能选择相信 比赛正式开始 三个魔法师开始念动古代魔法 手中凝聚起魔力球 只见两个传送口出现在选手的眼前 这便是魔法师制造的幻境 等卡公带着队友进来后 萨拉剑洞内比较阴暗 立刻拿着照明灯靠近卡公 可他却轻蔑地表示 让阿登卡的人不用帮忙 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搞定八级换兽 并拿到宝箱 萨拉虽然气躁不已 但他们都被卡公完全无视 反观达文则是不把队友当成配角 两人处理的方法各不相同 此时的达文为了不让队友心声感谢 正给两人画着大笔 表示他们都是战胜恐惧的舞者 就在这时 一道血红色的光波朝着达文袭来 轰的一声巨响 八级幻兽弗拉克 场外的观众见状纷纷响起激昂声援 可此刻的西安和哈蒙已经吓得脸都白了 而且达文似乎还被巨尸给压中 就在不知所措之际 达文净踏空而起出现在了怪物的头顶 无数兵器环绕在他的周围 只见他双眼散发凶光 朝着怪物的后背重重劈下 黑色的血液直接喷涌而出 感受到疼痛的怪物随即倒在地上挣扎 突然达文大喊道 就是现在 哈蒙和西安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炉 接着就朝着一个方向不断敲打 因为怪物长期生活在非暗之中 导致他们的视力几乎丧失 取而代之的是听觉异常敏感 被激怒的弗拉克听到鼓声后瞬间站起 朝着他们开始发动攻击 达文见计划得逞一面满意 看来第一环节他无意必胜 因为宝箱已经出现在了洞内的尽头 然而胜利在握 赫卡和瓦贡却是无比傲慢 后悔当初没有交代好取胜的技巧 因为这个环节即便拿到宝箱 但是作战不完美的话 还是会以失败告定 与此同时 达文正朝着宝箱的方位急腹位移 突然他意识到不对劲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另一只怪物的攻击稳稳硬 殊不知 偷袭他的正是宝箱的守护宝 这绝对是达文两年半都意想不到的 第一环节竟出现了两只八级患兽弗拉克 男孩刚出生就将父母唯一的希望彻底毁掉 他天生就失去了一只右饼 不仅遭受父亲的唾弃 母亲还整天叫他别再活下去 只因家族的死对头卡金生下来就天赋异比 五岁时达文刚学会如何握紧 但卡金早已吸得高超剑术 母亲无法接受现实整天借酒消愁 父亲最终也忍受不了 将达文以30枚金币的价钱 卖给家族的死对头当作奴补 而卡金本身就看他不顺眼 每天都将达文绑在雪地里用鞭子抽打 还不断嘲讽他出生注定就是个失败者 可达文是家族的庞戏 身为长辈的没有艺人站在他这边 每天都要把他打到头破血流才砍收手 但就是在这种不断打压之下 达文想要变强的念头逐渐扎下根基 他无时无刻都在练习剑术 想着有朝一日定要将那个人踩在脚下 旁观卡金则是修炼懒惰沉醉在美色之中 可即使这样 单靠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可以轻松捏爆他 但达文想超越他的心绝不因此动摇 而那天也终于来临了 在一年一度的比剑大会上 达文被选中和卡金进行鉴定之战 此刻他已不再是那个弱小的少年 任凭卡金肆意地挥剑进攻 达文都可以毫不费力招招应对 只见他眼睛突然散发凶光 挥动手中的大剑重重劈下 一道紫色剑气迅猛地朝卡金冲去 散发出的光芒不断刺激着他的眼睛 可就在卡金愣神之际 达文早已顺闪到他的头顶 紧接着一记重斩劈下 塔文虽举起剑勉强抵挡住 但自古对波左边疏 碰得一声巨响 擂台瞬间被爆炸产生的余波笼罩住 而等烟尘散去后 只见达文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观众席纷纷响起激昂声援 而这也是他八十败以来首次战胜卡金 你不就是出生运气好点吗 如果我是你的话 绝对不会当你这种剑他失败者的走狗 达文怼完后便转身走出擂台 突然他的瞳孔急剧缩小 卡金竟卑鄙地用剑从背后偷袭 但此刻的达文仍是微笑面对 因为他证明了即使是断臂 庞系仍然可以战胜直系 然而被誉为萨米翁家族的最强圣剑刺中后 不管任何人都将必死无疑 可就在达文昏厥之后 能够治愈万物的圣女出现了 所幸在他的魔力下达文性命得以保住 可等他再次醒来后 却是被绑在了椅子上 这时典狱长愤怒地呵斥他 你这肮脏的庞系 为了能够战胜卡金大人 竟与魔鬼签订契约 活继了三百度无辜的孩子 我已将你的魔力全部横营 以家族名誉判处你终身监禁 只见达文咧嘴一笑 果然只是战胜了卡金 却没能战胜整个萨米翁家族 随后达文就被禁闭在了监狱之中 可这时卡金出现了 我亲爱的弟弟 多亏了你我才能成为见底 失败者永远都是失败者 之后还故意减少分配的食物 最终达文屈辱地被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可就在他彻底死后 他竟感受到右臂有着疼痛感 眼前还有个大叔骂骂咧咧叫育着他 这是一段记忆突然涌入脑中 等等 我为什么是阿登卡家的第七儿子文森 然而大叔见文森转头没有领会 便想要教训他一番 只见达文全身弥漫着杀气 一掌重重地打在他的胸膛上 直接就将他击飞出十米开外 但这威力却大到自己难以置信 连忙过去伸手想扶他起来 但大叔并没有领情 反而是奉劝他 别以为你是直系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儿子今后定会打败你的 你就等着成为直系的孝顶了 达文也回想起这就是父亲说过的话 结果他就成为了失败者 但达文并没有多想 他从开始就觉得这只是个梦而已 可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更多的记忆 身体的主人刚出生就失去了母亲 父亲还对他爱搭不理 而他每天的遭遇和达文有的异比 就是被当成失败者无情的虐待 随后他在书架里找到了一本日记 达文也知晓他是转世成生了 想要死的人放弃了一切 渴望生的却意外复活了 突然达文的眼睛散发凶光 你到底是谁 磕么给老子滚出来 只见一个神明随之显现 他叫朱立安 就是文森身体的原先主人 他表示本来想叫精灵王过来帮忙的 可阴差阳错达文却差了一走 但现在的他只是次神 想要成为真正的神 就要实现更多的业绩 达文表示他对业绩没有一点兴趣 获得新生的他只想要安稳地生活下去 朱立安立马就拿生命威胁他 如果我的神力消失了 你这句身体也活不下去的 达文并不信他所说的 可这时朱立安的神力稍微减弱 达文的身体突然变得格外沉重 随后就死记般地瘫倒在地上 来吧 我现在就将所有的记忆全部送给你 只见一道闪电直击文森的躯体 紧接着一段可悲的记忆随之显现 但达文立马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跷 朱立安只是在扮演弱小 为他的复仇计划做准备而已 达文醒来后满脸冒着冷汗 吐槽这到底是什么鬼世界 13岁的小孩心机竟然这么离谱 可这时朱立安突然一脸邪笑 你知道大恶魔达文和英雄之王卡金的故事吗 这绝对是史上最坑爹的比赛规则 获取胜利竟不是拿到最终的宝箱 而是得对守卫宝箱的怪物展现自身实力 技能花样越多越好 才是取得胜利的至关因素 就在达文即将拿到宝箱之际 他顿时意识到不对劲 结果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道血红色的光波就直逼他的面板 强大的冲击力瞬间就将它震飞到数百米开外 而突然袭击达文的 正是幻境中守护宝箱的宝负 这绝对是达文意想不到的 第一环节竟出现了两只幻兽弗拉克 随着怪物的攻击再次起来 达文见状只能暂且褪避风芒 因为他要秒杀就得使用绝对剑斩 必须想办法将两只怪物勾引到一块 殊不知这只怪物的属性居然飞腿反响 他的力量和速度都得到了成倍提高 就连达文的双走都只能和他误开 而在外观摩的瓦工一脸惊恐 他根本就没有收到两只弗拉克这个消息 那搞怪的人就只有他们萨米翁 随即瓦工便跑过去质问第六魔法塔的负责人 但很快就被赫卡给安住 周围的眼线较多 如果阿登卡方的人当众冒失 萨米翁的人绝对会利用助让达文失去比赛资格 瓦工理解后也强行抑制他的情绪 可这并不代表赫卡将会就此原谅负责人 警告在比赛后最好早点跑路 否则别怪他下手太重 而在另一边 卡工轻松就将幻兽弗拉克给击倒在地 他本以为怪物能与之抗衡 结果不到半秒就落到如此下场 就在他嘲讽怪物之际 他的身后竟出现了另一只弗拉克 萨拉剑撞连刚提醒身后的威胁 谁知卡工根本不当回事 因为这里的怪物对他来说简直菜道可怜 只见他不断挥舞起手中的利剑 无数的剑气也肆意地从中倾泻而出 怪物的一只手仅仅是触碰了一下 瞬间就被切割成了数百块碎片 与此同时卡工趁虚而入 借助怪物的手臂直接一跃而起 随即一盏重重劈下 无数的番茄之瞬间从他的脸部暴射出来 萨拉在这一刻也终于明白 卡工的自大完全就是靠他的实力在支撑着 而在另一边的达文则没有这种爆表的实力 还在躲避弗拉克的攻击 此刻朱利安气的肺都要炸了 因为这规则和瓦共提及的根本不同 达文见状便提醒他先别急躁 目前的处境是得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可朱利安很清楚 比他此刻的身体绝对剑斩根本就无法使用两次 由于怪物的体型较大 他们也不好将怪物引到一起 如果达文瞄准了其中一只 那同时他就会丢失另一只的视野 朱利安一听更加暴躁了 虽说绝对剑斩威力很强大 但施展方式竟如此鸡肋 就在这时达文突然看向了朱利安 纵使他想到一个绝妙之际 那就是寻找一个参照物 随后他便使用双走赶回了出事点 我们必须得改变计划 他很快就一起打来了 西安一脸猛逼 什么很快就来了 怪物不就在我们的眼前吗 结果话音刚落 迎面而来的正是两只怒发凶器的弗拉克 身后的两人都吓傻了 原本一只就很难对付 现在又多了一只 可就在怪物即将发动攻击时 达文突然大喊立刻做好准备 而在另一头的朱利安则缓缓缝线 此刻他慌得一批 因为他正是达文所需的参照物 只见怪物的攻击越发靠近 达文反击的时机已到 随即他便躲开攻击一跃而起 而在这危机时刻 他终于可以看到同时连接两只怪物的剑口 那接下来就是他的猎杀时间 为了增加绝对剑斩的强度 达文还加入诸如王钢铁的意志 正面直接对钢弗拉克的巨大双拳 只见一道强劲的剑气冲射而去 瞬间就瓦解了身战前面的怪物 另一只则一脸猛逼 可就在下一秒 达文的剑气当即就横穿他的身体 最后轮到朱利安 因为他是作为参照物 他将也会受到达文的攻击 随着一声惊天的大爆炸过后 两只弗拉克纷纷隐恨西北 留下了差点尿裤子的朱利安 这一次也验证了达文的猜想 他的绝对剑斩是无法伤到神明的 但奇怪的是发生了 朱利安竟揪起达文的衣领怒赤道 你这么耍我是吧 不确定还敢拿我当实验 达文很清楚这些只是他在行踪所想 看来他又发现了有趣的事 突然 身后的两人似乎发现达文和谁在聊天 反应过来的达文发觉不妙 连忙解释自己只是在自言自语 也要尽快回去为借口转移话题 就在这时 达文看着眼前的传送入口若有所思 挥出一剑直接刺穿 紧接着向上挥再次使出绝对剑斩 西安和哈蒙一脸顾紧 殊不知达文正在预谋一场精彩的计划 随着幻境被一剑摧毁后 达文队率先拿回宝箱凯旋归来 第六魔法负责人剑一边的幻境消失不见 连忙叫上维持幻境的魔法师检查出了什么问题 寡公奉劝他没必要 因为达文的剑可是那把曾横跨七大洲打败一路高手的红联 斩断魔法便是他的特别之一 此刻突然有人大喊 而他正是魔法师协会的领袖阿尔贝托 他想借着达文故意破坏比赛场地为由 宣判阿登卡淘汰出局 赫卡丝毫不拒 因为比赛根本就没有规定 并不是不能 而是古往今来无人能做到这档地理 说罢他一脸的邪笑 因为刚才的所有对话都用魔法水晶进行了录音 阿尔贝托剑状顿时冷汗直冒 为了保住自己目前的地位 他只好就此善罢来休 这时西安将宝箱递给赫塔后 便询问他们是否取得第一环节的胜利 但第六魔法塔的负责告诉他们 第一环节根本就不是比谁先拿到宝箱 而是谁能与怪物在对决中使用更多的技能 如今卡弓还没有走出幻境 那就意味着比赛仍没有结束 要是他能在对决中施展更多且处于碾压军事 第一环节将由卡弓取得最终胜利 听后达伦便走上前来 他确信卡弓必将输得一败涂地 接着就给愚昧的人科普起魔法知识来 为了维持双方比赛场地的公平性 两个幻境将会由一个大的魔法元素平等分成两部分 如今达伦将一边的幻境破坏掉 相当于在分流中的水 一头被人强制性抵住 那所流出的水只会流向另一头 也就意味着此时卡弓所在的幻境 将直接承载魔法元素的所有魔力 那接下来就可以肯定 卡弓幻境中的怪物将会越发变强 难道胜利真的要属于阿登卡了吗 这是能够锁住无者魔力的致命铁锁中 一旦不能在三天之内破解定将必死无疑 如今萨拉被陷害下了此锁 唯一能救他的只有与异性双修 并且在每天的零点陷阱一个昆戈牌的心脏 就在达文斩碎掉比赛所用的幻境后 卡弓那边的怪物属性都得到了成倍提升 可他仍不屑对待 自认为怪物就算实力变强 智力水平跟先前根本毫无变化 只见怪物挥起沙包大的拳头 并在骑上凝聚起了破坏光线 卡弓剑状不经嘲讽起来 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付三岁小孩还有点用 对付我 你只能说倒了八辈子没 眼见怪物的攻击越发逼近 卡弓决定让他见识下什么叫做实力差距 随即朝着怪物就挥出无数剑气 可这次怪物的拳头在接触后竟能完好无损 甚至还突破了他的攻击 卡弓瞬间压麻呆住 这绝对不可能 怪物怎么会一下子变强这么多 没等他反应过来 怪物的拳头直接重重垂在了地面上 单单产生的威压就将卡弓震飞到百米开外 与此同时他也断定 在幻境外面一定有人在搞怪 否则他单只手就能拿捏弗拉克 就在他愣神之际 怪物挥起拳头再次发动攻击 可他根本就没时间调整自身急于反击 突然一声敲锣声响起 正是萨拉故意发出的 同时他命令另一个人前去寻找宝箱 怪物在听到后立即收住了拳头 萨拉见他有了反应便朝着另一边跑去 且不断地制造出声响 要不是达文叮嘱过他要帮助卡弓 否则就算死自己都不会做这种事 可就在这时 萨拉惨遭袭击 一个奇怪的黑影突然从天而降 等烟尘缓缓散去后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身处险境 因为头一只被卡弓打败的弗拉克并没有死 如今面对两只怪物 他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只见怪物的攻击即将袭来 萨拉被吓得腿部发软根本跑不动 结果就在下一秒 卡弓居然替他挡下了怪物的致命一击 随即挥出带着血色的强大剑气 以迅雷不及掩尔之势接连贯穿两只怪物的身躯 萨拉终于明白为何卡弓会如此生气 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彻底杀死怪物 而是留一口气慢慢折磨展示更多的技能 此刻卡弓怒气中烧 因为萨拉破坏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发誓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等几人拿着宝箱走出来时 卡弓的表情逐渐争妮 因为达文居然比他先完成了第一环节 见状达文便询问道 看来你很喜欢我送的礼物 我有一个朋友 在巫术方面很有讲究 多亏了他我才能让你的幻境魔力溢出 果然卡弓的猜想并没有错 真的有人在外座怪着他 随即他便露出一抹邪笑 看来不能将你作为普通的朋友 从今天起 事情将会变得与众不同 达文也毫不逊色 任何敢阻挡他的人必将杀物舍 最终在裁判的一致宣判下 第一环节的胜利由达文取得 等到了晚上 由于达文取得了首胜 阿登卡这边便为他举办了轻功晚会 但达文不认为才拿了一分就可以松懈 毕竟接下来还有两场比赛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多次的交流大会以来 能取得一分已经算是里程碑了 这时萨拉抱怨起自己不能帮上忙 但达文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萨拉其实也是至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时如果没有他出手帮助了卡工 那达文第一环节也不会轻易拿到胜利 萨拉这才明白 原来放弃选择他作为队友 就是为了在卡工那边掺和一脚 而要是这样做就能更容易赢 那他答应达文 下次绝对会多出手妨碍卡工 可就在两人拳头相碰之际 达文发觉到了异样 立马就抓住萨拉的手 此刻出现在他手上的 居然是能置人于死地的铁锁咒 随即他便询问道 今天你到底和谁见了面 萨拉表示在晚会没开始前 卡工找到了他并握手感谢 在幻境中的救命之恩 达文气得肺都要炸了 巴布的现在立马就扒了卡工 居然为了胜利使用此等卑鄙的手段 而为了帮萨拉解除此咒 达文命令他从今天起 每天都得和自己进行双修 这可把不知情的萨拉整的小脸通红 画面一转 达文来到了城外的小树林 朱利安不明白 为什么卡工敢明目张胆做这件事 但达文很清楚此咒的特性 那就是等被施咒者死去后 他将永远被历史抹去 没有人会再记得他的存在 就在这时 萨拉刚好换完衣服来到这里 可达文却一脸不解 因为他找萨拉是过来修炼的 并不是想要约会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但这也罢 穿着并不会影响到他们即将开始的修炼 随着两人双手向往 他们彼此的魔力进行了循环 可就在这时 带有铁锁咒这边竟出现了一个红色的球体 以他们现在的魔力根本无法破解 突然 铁锁咒感受到了威胁后 开始出现了排斥反应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 达文表示今后每天都得献上祭品 心脏 精灵 或者动物其中之一 如果没做的话 萨拉将会在三天后彻底离开这个世界 男人好不容易踏上了武者之殿 却因一时的手下留情 被施下了封印魔力流的致命铁锁咒 最后面对他的只剩下无尽的痛苦与死亡 如今转世重生后的好友也被谋害下了此所 一旦不能在三天之内找到祭品 定将必死无疑 可三天后却是交流大会第二环节的时日 朱利安怕悟了关键时刻而导致比赛落败 但是到如今达文也不管这么多 他不想再次尝试失去重要之人的滋味 于是下定决心 到雪山的深处寻找用于献祭的祭品 突然 萨拉的铁锁咒恶化严重 顿时意识模糊陷入了昏迷之中 这也让达文意识到找寻祭品可不容忽 很快萨拉就被送到了医疗室接受治疗 奈何雪佛兰无能为力 建议赶紧送往国都在五八同城租的盖亚神帝 可达文对铁锁咒很是了解 就算是国都的祭司也不可能轻易破解 因为卡金修改过历史 早就没有了相关术士记载 就算有 萨拉也无法撑到底达国都的内口 现在唯一能救活他的 就是前往雪山深处寻找所需的祭品 随即达文便一跃而下 他不可能让萨米翁的人再次夺成 即便是得付出信念 达文发誓一定得跟他们同归于尽 绝不能再犯五百年前犯过的错误 与此同时 塞尔正在雪山中与精灵进行修炼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精灵术士 能够与精灵签订契约使用其力量 然而诡异的事却发生了 在雪山的深处进传来了求救生 为了拯救落难的精灵 塞尔不顾危险独自一人前往 而在途中他恰好遇到了自己的主 达文跟他说明此行的目的后 塞尔决定加入帮忙 因为他知道所需祭品的具体方位 随后两人便开始在周围不断搜寻 等声音越发靠近后 塞尔确信源头就在峡谷的裂缝之中 时间刻不容缓 他不断耐喊想得到精灵的回应 可此时的萨拉正处于生死的边缘 达文不得不做出最残忍的手段 即便要将整个雪山移为平地 他也必须找到所要的寄品 就在他要施展技能之际 塞尔在雪地上发现了异样 只见手中泛起渐渐亮光 一直受到铁锁咒的精灵随之显现 达文告诉他精灵已经无药可救 早点让他结束痛苦是最好的选择 但塞尔坚信还有办法能够拯救 突然一道紫色的魔法阵从天而起 没错 塞尔决定和精灵签订契约 即便是一只能利落的他也决不候 最终在契约的帮助下 精灵身上的铁锁咒得到了解除 殊不知 真正的危险即将来临 只见在他们眼前突然出现一道剑气 在这危急时刻 达文随即顺闪到塞尔的前方 将这致命一击直接劈成了两半 你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知道强者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吗 那就是铲除一切比自己弱小的渣渣 就在刚刚 塞尔利用契约解除了精灵体内的铁锁咒 可还没高兴半分钟 在他们面前突然一道剑气袭来 顿感不妙的达文速急顺闪到前方 拔出红连剑化解了这致命的一击 只见他眼神充满杀气 从剑气的颜色他就知道 袭击他们的人正是萨米翁的卡供 而卡供被发现后也不再躲藏 一出来他就质问达文 凭什么干扰我在进行的传统迷事 要知道这放在外交上可要遭到严重的惩罚 但如果你们现在就放下手中的精灵 或许我能够宽容既往不救 达文一听顿时怒气上冲 这样一来自己的好友萨拉 也是被作为萨米翁的实验品 卡供深深叹了一口气 看来你全都知道了 但这弱者与死利就是身为强者的格局 作为本次交流大会的头号赢家 萨拉居然敢当着卡供的面团爱战斗 不仅破坏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还越了不属于强者的剑 自然卡供不会轻易饶伯他的所作所 于是找到偷鸡的间隙 卡供便给萨拉下了三天必死的帖子状 对于这种残忍的行为 他非但声称这是正义之举 甚至竟还大言不惭地询问达文 同样身为强者的人 更懂得自身便是不容侵犯 话音刚落 达文随即拔出红帘 剑架在卡供的脖子上 尽管是过了五百年 萨米翁蔑视弱小的性子却依旧存在 并且达文警告他 如果再敢欺负自己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就算是豁出性命 也会同归于尽将他拉进地狱的深渊 因为达文所定义的证明 就是保护一切需要保护的人 这才是强者所要具备的 卡供听霸狂笑不止 随即也拔出武器架在对方的脖子上 原本他就是看上了达文那双冷血无情的红红之眼 以为是同道之人便想与其交好我 却没曾想尽是和他完全相反的敌人 那在接下来的交流大会上 我可就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而在另一边 萨拉手上的铁锁骤印正在慢慢消散 与此同时达文突然推门而入 见到萨拉已经从昏迷中醒来 连忙扶起他的手检查起来 确认骤印正如卡供所说完全消失 达文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如今他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在第二环节的讨伐魔物中 再次利用实力击败卡供 可殊不知另一场危机竟悄然起来 阿登卡的长老会已经知道达文参赛的事 并且还取得了第一环节的胜利 虽说这足以载入史册 但却彻底撕毁了长老会谋化 近25年的天大结果 忽然长老德尔拍桌战起 因为此刻他们掌管阿登卡500年的权力 正在逐渐瓦解 毫无疑问的是 卡汉想要重回族长一统家族的局面 如今不仅将红莲剑刺给了 从小最不被弃中的儿子 甚至还将他培养成 足以对抗萨米翁的强者 虽然他们尝试过将卡门和德亚逊 成长老会的朋友 但现在的达文除了组长几乎无人能敌 并且卡汉将红莲剑刺给了他 也就意味着 这把剑将是会是直指他们长老会 就在众长老沉默之际 他们中最年长之人突然发生 在这种危机之际 唯有他能挽回长老会落败的局势 利用萨米翁在第一环节中作弊的行为 将第二环节的操办群线 转变为由他们长老会来全程管理 少年故意将长毛刺穿自己的心脏 竟只是为了一场家族交流赛的胜利 就在刚刚 第二环节的比赛正式打响 这一关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比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更快的击败蜴蜴人 赫卡明确告诉在场观众 蜴蜴人的习性就是斩杀人类 并且攻击的强大都会大幅度提升 随着蜴蜴人的手工结束后 地上赫然只是出现了一个大坑 而在蜴蜴人诧异至极 卡公则已经出现在了头顶之上 嘲讽完眼下的怪物后 他便使用利刃一击秒杀了凶残的蜴蜴人 时间在此定乱 卡公在第二环节的用识位14.86秒 萨米翁的支援团纷纷响起胜利的呐喊 因为这个用识镜打破了原先20秒的最高技能 只见卡公一脸邪想 用剑指着达文说道 接下来你将毫无赢的可 我要亲手斩下你的向上喉咙 接下来则轮到达文上台对战蜥蜴 可朱利安内心极其不安 对14.86秒的超短时间他束手无策 达文表示比速度的快 他们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等来到比赛擂台的中央时 达文做好了随时作战的组 但就在赫卡宣读道计时之际 达文却发现到了异样 眼前的蜥蜴人明显不同 冲血的眼睛表明他已经进入了狂暴状态 像即使被饿了两年半的小鸡爪 那他对人类的攻击意向将会大幅度提高 朱利安鬼都吓傻了 原本忐忑的心这下更加忐忑了 随着牢笼被打开后 蜥蜴人犹如利剑般及时冲出 剑撞达文本想躲避这一攻击 但如果要取得战斗的胜利 那就得放弃抵抗或者躲避的环节 硬生生接下怪物的首次进攻 只见蜥蜴人的长矛 禁止刺穿达文的心脏 剧烈的疼痛感差点 就让他丧失最后一点意识 然而他还是挺过来了 拿起红联剑就刺穿蜥蜴人的手臂 一脸邪魅的用眼神警示他 你已经死了 随即便借用大脑巨人的力量 给蜥蜴人来了次十万伏特的电击疗影 强大的能量甚至将擂台全部拢罩 瓦共本想趁现在叫来祭司 可赫卡却笑着阻止他 并让他别分心好好记录达文的胜利事件 因为赫卡相信 达文战前的那句话 绝对是想要扛起阿登卡家族的未来 超越萨米翁 等擂台的烟尘散去后 只见达文坚毅的负伤站立着 眼中还残存能够杀死人的红光 而他的最终成绩也来到了恐怖的5.39年 这用时放眼睛后都将会是无法超越红光 很快祭司们便赶来为达文治疗 而在治疗的过程中 达文还不忘挑衅台上的卡弓 表示在自己的眼里他将毫无威胁 反观卡弓则被他野蛮的作坊下的发言 唯有使用疯狂才足以形容这场对决 公布完第二环节的胜利者后 第三环节的比赛将在三天后进行 殊不知 达文一样的表现却被萨米翁的人盯上 目前已经驱车赶来这里 与此同时 雪佛兰耗尽全部精力终于将达文抢救了回来 但他都要哭骂了 原本他就是认为 阿登卡不会有太多的伤亡才来这里认识 没成想达文一出现就改变了这里的现状 对此当事人表示了歉意 并对自己伤势的治疗给予了感谢 可雪佛兰却拿着二等祭司的权限卡片说的 身为五级的我并未治愈好冷的心脏 唯有使用奇迹石才能权益 而我只是勉强修复了受损的布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次使用魔力 那面对你的结果只有死路一点 就在这时 赫卡慌忙地推开了门 画面一转 卡汉便带着达文前来顾约 而眼前一身肌肉 并且不男不女的脸庞正是萨米翁的夹着罗萨 乃是和卡汉一样 被称之为大陆最强者的存在 突然 罗萨拿着刀具指向达文 你真的是太狡猾了 竟将如此厉害的宝贝藏得这么隐瞒 可仅仅被指了一下 达文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当即就摆出迎战的战斗姿态 此刻他吓得冷汗直冒 因为从刚才到现在只不过是过了短短五秒钟 他就再次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 罗萨健壮笑着告诉达文别太紧张 自己就是在夸他罢 达文的内心顿时舒坦了些 但一想到有一天得面对这种强者 他的身体还是忍不住直哆嗦 反观卡汉也没闲着 他先是让达文坐下后 便使用了和罗萨同样的作法对待卡工 达文当即就愣在原地 因为两个大陆的最强者 竟是为了一个孩子在吵架 本宫竟晚宴后 罗萨单独找来了卡汉 为了第三环节能够公平公正 他们必须联手 解决掉在暗处做把戏的小丑 为此卡汉以为是萨米翁那边的长老会 但罗萨表示责任一人一半 第一环节确实是他们萨米翁手的把戏 第二环节则是阿登卡那边的长老会 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体 那就是都将矛头指向了达文 在这种情况下 达文竟还能拿下两场胜利实属不利 卡汉明确表示 那就是无论如何 阿登卡必须超越萨米翁 当时上最非少年对上天赋异禀的冷血兵器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 为了分出谁才堪称大陆最强家族 萨米翁家主罗萨找到了卡汉 如今不管是阿登卡的长老会 还是他们萨米翁 都一致将矛头指向了逆袭变强的打文 只见卡汉的眼神顿时充满杀气 胆敢妨碍这场对决的人 我都将会让他们从这个大陆彻底消失 不管用尽一切的手 罗萨笑了笑 你果然还是这么不知充断 谁赢谁输真就这么重呢 这只不过是500年前祖先立下的家族交流的比赛吧 确实如此 以前卡汉也不会太过重视 但今非昔比 这次达文发誓他绝对会给阿登卡带来史无前例的事 已经变成了他们父子俩之间的约定 尽管卡公是世人之小的天赋最强 那达文将会不断突破肚 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时间很快过去了三天 第三环节的比赛如期举行 为了防止作弊行为的出息 卡汉和罗萨都亲临现场 两人时代最强的人聚集在一关 现在的氛围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随着两柄健身的碰撞 比赛正式开始 以萨米翁的卡公对战阿登卡的达文 由于第二场比赛 达文以身体受伤为代价取得了胜利 但他的心脏也因此重伤还未痊愈 朱利安便提醒他切勿太过逞强 否则他们两人都将从这个世界消失 达文也明白 以他现在这种状态 如果不能在一击之内击败对手 那他赢得可能性就少之又少 趁卡公一开始还没使出全部实力 必须先下手为强 说罢达文便将大脑巨人的力量汇聚在红帘之上 随即朝着他挥出强劲的万福电击 可就在攻击即将命中之际 卡公净土手接下了这道闪电 同时在他的手中浮现出了道道血红光圈 身体也逐渐被魔力所覆盖 闪电轻易的就被他顶翼消散 达文看到后一脸震惊 他很清楚这一招就是当初败在卡金手下的儒家秘笈 血黄之力 使用者将以燃烧生命为代价 获得更加残暴的力量 卡公对达文很是佩服 居然连这招都被你发现了 果然是侥幸能赢我两场的 但这一场比赛 我将会把你切成空气中的灰尘 那首先 就看你能不能接下我最普通的瓶类 剑撞达文立即将大脑巨人转换成钢体一致 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 然而卡公的速度之快 达文就连攻击都没见到 自己肩膀已经被剑划开了巨大的膀 他瞬间呆在了原地 因为500年的卡金所用的血黄之力 速度根本就不会有所提升 如今卡公所展现出的实力 完完全全碾压了那是卡金的巅峰状态 而在他思索之际 卡公再次突刺起来 好在这回达文反应迅速 紧握红莲强行拦下了这次的攻击 可卡公丝毫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连续的斩击顿时就让达文落入下方 即便他蹊跷的鲜血不断流出 仍是没有停下的打算 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丝毫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但达文怎么可能轻易掩盖 他直接放弃了防御之力 取而代之的是爆发最强的大脑巨人 在两人最强技能的碰撞下 索移出的魔力顿时发生了剧烈的哭 哄的一声巨响过后 爆炸产生的残骸顿时笼罩了整个擂台 卡汉和罗萨期待这一招将能奋出的胜利 随着烟尘散去后 两人始终没能奋出胜利 但局势似乎已经全都倒在卡公的掌控手中 只见他不断燃烧着自身的生命力 月落沙 卡公顿时化作一道血影归下全力一击 剑气瞬间凝聚成了一把巨包 面对此等强劲的攻击 唯一能拯救他唯有使用那一招 等攻爆炸产生的余波逐渐散去后 地上赫然出现了一把十米深的裂盒 他以为自己获胜了不惊狂笑不准 还嘲讽达文出生注定就是个失败者 结果下一秒他却神色惊慌 因为达文此时所使用的剑术 居然是前世他身为萨米翁的登顶秘迹 你小子 真就以为我没招了是吧 第三局胜利的人只有是我阿登卡 你们还记得500年前卡金虐待奴隶的日子吗 原来达文早早就注定是唯一能够击败他的 即便每次都惨遭实力碾压 但他始终不会忘记卡金嘲讽自己的丑恶嘴眼 每天他除了修炼就是灰剑 父母抛弃了他 家族意识如此 可就是除了阿斯兰仰慕达文以外 他还有着一个师父 人称战场白鹰的阿米德 虽然他也同样隶属萨米翁 但却和达文有着同样的造谣 如今他俩不仅被家族唾弃 甚至逐渐沦为了卡金在舞台展现实力的败价 然而也正是达文结交了阿米德 他才能够在迷失的方向中找到自我重新阵地 因为只要他战败 就会认为自己打败卡金根本不可能 阿米德并不这么认为 历时的失败不能为未来下定位 达文有着常人不存在的坚韧 每次都能在绝境中变得更强大 所以他坚信唯一能打败卡金的就是达文 而后在阿米德的教导下 达文成功学会了他的独家绝学鬼气剑品 可意外却发生了 达文为了报仇血恨 发誓定要将萨米翁的人全部斩杀在自己的手下 所以后来才有的达文完败卡金 唯一遗憾的就是他低估了萨米翁家族的实验 被活活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前世他同样是用鬼气剑指打败的萨米翁 这一世他也要带着阿米德的信念再次战胜 卡公剑状顿时呆愣动 达文便告诉他这是一位死去五人教会的剑手 没曾想却是迎来卡公的满嘴嘲笑 表示既然战死了 那这一招剑术只会是烂到的极致 紧接着他朝着达文就挥出剑斩 达文眼神中的杀气变得更加浓厚 在接下卡公的攻击后 他的神情竟显轻松 丝毫没有压力可言 但卡公还是没有意识到危机到来 不仅肆意地挥舞手中的力竞 还不断地用言语攻击对手 称达文天生注定就是失败者 永远都只能追逐强者残留下的温情 甚至还嚣张地表示 下一招就会彻底结束这场无悬念的战斗 就在他即将命中达文之际 卡公的身影居然消失在了眼睛 虽然这招确实在普通人看来很是犀利 但在达文眼中就如同垃圾 只见他往后撤了一步 就轻松躲掉了卡公的致命一击 卡公一脸不可置信 他靠着这一招在同龄孩子中从无败己 可他不知道的是 达文在上一世都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次卡金对他使出这一招 如今他只要凭借感觉 就能知道对方将会从哪个方位突然攻击 此刻局势开始扭转 但卡金仍是嚣张跋扈 认为他就是这场对决的文 却不料他的随意进攻以及暴躁情绪 完全将他的弱点暴露出来 下一招达文将会夺得他天赋最强的宝负 卡公剑撞更加肆意燃烧起自身生命 他自认自己不可能会输 然而只要有曾打败卡金的达文在 一切皆有可能 阿米德剑值第一势 鬼气斩杀 随着两人的利剑相碰后 强大的魔气不断朝外溢出 顿时飓风骤起 下一秒 其中一把剑的剑身被斩断 待烟尘散去后 断掉的剑竟然是卡公了 全场瞬间响起了不可置信的尖叫声 罪费少爷居然打败了大陆最强天赋 好在战斗即将迎来结束 否则达文的心脏就要承受不住 可似乎卡公并没有就此人败 他的全身暴射出魔力 浓度甚至比之前的状态还要高出几十倍 而他断裂的剑也被魔力所取材 此刻赫然出现在他身后的 居然是赐予他力量的神明凯西克 你就等着受死吧 不知天高地厚的罪费少爷 这是一个人人拥有守护神灵的世界 大到八十多岁的老头 小到刚出生的婴儿 都能获得守护神灵赐予的祝福 而作为达文对手的卡公 他得到的祝福居然是最强剑神凯西克 当初达文的前世为什么会造成父母的冷落 就是因为卡金出生级巅峰 不仅得到了剑神凯西克的祝福 还在剑术巅峰时 觉醒了隐藏特性灵魂道 能够将剑变成一种异象为己 而此刻卡公手中紧握短剑出现的光芒正是如此 两大组长在看到后也是坐不住了 因为要想得到剑神凯西克的祝福 就必须是拥有着常人无法触及到的剑术天赋 至于他能够操控其隐藏特性 也就是说现在的卡公已经是达到了五星五指的巅峰 这股力量在达文看来也是极其恐怖 甚至很可能造成两败俱伤 出于好心他连忙劝说不要继续同时使用两股力 凭借他现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卡公谢绝了这等好力 并持剑朝着达文展开攻击 剑撞达文只能强硬继续战斗下去 可令他匪夷所思的是 卡公的力量居然比原先的更加强大 随着两人武器的正面碰撞 产生的气流甚至波及到了场外的观众 突然由于反噬的作用 卡公的蹊跷开始流血 整料他还露出了圣人的微笑 但他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因为在第二环节的鄙视中 达文故意被魔物命中拿下胜利露出的那谋笑容 那么这一次他同样也可以做到不择手段 拿下第三环节比赛的胜利 这股恶臭的语气让达文想起了前世的卡金 他气得咬牙切齿 如今要想结束这场战斗要么打败对方 要么投降认输 可达文就算死都不可能输给萨米翁家族 现在他同样也准备豁出性命拿下胜利 战斗愈发激烈 挥剑的速度甚至连肉眼都看不清楚 对拼中的压力也让擂台慢慢溃来 然而就在下一秒 达文瞬间呆愣在原地 因为附着在红帘之上的诡气剑制 居然被卡工硬生生砍碎 为此卡工窃笑不已 结果还没高兴两秒半 一击半有闪电之力的拳头就朝他醒来 好在他自个反应迅速 利用手臂抵挡住了致命一击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被达文温飞到了十米台外 此时此刻 两人的身体机能同时达到了极限状态 但他们意识都很清晰 接下来的这一击将会是最后一段 随着两人大招的直接碰撞 擂台中央顿时出现了大爆炸 然而等烟尘逐渐散去后 擂台之上居然只剩下卡工一人 却不料达文此时已经从天而降 并且再次施展出了滚气剑制 等着受死吧 萨米翁 好好给我记住今天的时刻 这也将是记录在史册的荣耀 而卡工也在恐惧之中 彻底输掉了第三环节的比赛 三场胜利达文全部拿下 观众席纷纷响起了激昂声援 有的是感谢达文带来的精彩战斗 有的是庆祝阿登卡首次以碾压的姿态 拿下比赛的胜利 这种全场沸腾的景象达文还是第一次体验的 前世的他就算打败了卡金 也没有人会替他高兴 反倒是满脸的比 如今的他再次打败获得剑神祝福的萨米翁 他真的很享受这种感觉 这时雷尔沙告诉梅林 看来我和你的比约是你输了 那接下来的日子里 梅林也会亲自教达文修炼阿登卡剑术 以及如何掌握大脑巨人的全部力量 与此同时 阿登卡长老会在得知是达文赢下胜利后 他们气的肺都要炸 座椅代币已经完全满足不了他们 时间很快过去了三个月 一个神秘家族即将造访红色要塞 并且他的目标正是达文 至此轮回的本质第一季就此结束 但喜欢这部漫画的粉丝们不要忌妒 因为H国的作者在最后一集结尾附加了说明 轮回的本质第二季将会在三个月后上映 那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到底卡弓是不是卡金的转世 而且这个指明要找达文的神秘男孩来头 到底是什么 从他的武器来看 海豚认为绝对不会是擅长 是敌人还是队友 你们觉得呢 留下你们的猜测吧 然后在三个月后揭晓最终的答案 我的身体里住着无数只恶魔 一旦我进入梦乡 他们就会对我进行精神推翻 只为阻止我找到轮回转世的真相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前世杀害我的卡金居然也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 此刻我悲愤至极 巴布的在这里扼杀他亿万次解心头之恨 但在属于我的梦境中 我却并不占据着主角光环 在卡金本就强劲的实力面前 我的身体被他的魔力遏制的无法动乱 而就在我觉得自己将会再次败美式 一柄奇形怪异的剑突然凭空出现 瞬间秒杀了存在于我梦境中的卡金 剑撞我当即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柄剑乃是我的弥地阿斯兰的 自上次我们在梦境中见面已过去两个半月 我有太多的疑惑想要得到他给予的答案 可没等开口询问 在我们两人的面前 却再次冒出了一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恶魔 看到他后我的身体竟不自觉颤抖起来 阿斯兰焦急地解释道 这就是被虚构出来的大恶魔打稳 关于轮回转世的一切事也都跟他有关 是他造成的这场混乱 此时我的存在已经被他发现了 阿斯兰则警示我必须赶紧恢复前世的实力 超越死对头萨米翁家族 还有就是直面他已经肉身不在的现实 听报我彻底绷不住 可正当我要告诉阿斯兰我的经历时 他却头也不回把剑冲向大恶魔 之后我便从梦境中惊醒过来 事到如今 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很明确 那就是依照阿斯兰给我的叮嘱超越萨米翁 可明明我已经在赛场上打败了卡龙 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得到所谓的真相 难道是因为我还不是真正的阿登卡 就在这时 我的父亲突然造访我的素食 他不光是来探望我伤势恢复的如何 更是因为我兑现了先前所许下的承诺 于是父亲决定给我发放奖励 随后便询问我想要什么东西 确实我有件特别想得到的 那就是希德阿登卡的所有剑术 成为真正的阿登卡去找到真相 所以我的回答 就是给自己找个能教会我剑术的大师 文言父亲有些迟疑的低下头 他告诉我长老汇那边并不会同意 自然我是知道这件事 不过我认为我打败卡龙后 就已经让祖先留下来的家规 推上了大劫进程 如果他们仍是执意反对 给我找剑术大师 那我将会用我的手段来对待长老汇 并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此刻父亲露出一抹邪笑 他对我的决心很是满意 跟我来吧 我已经给你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而父亲口中所说的人 正是先前给我体力恢复药水的梅林 为此我感到无比的激动 因为据雷尔沙所说 梅林可是一位掌握阿登卡剑术的八星舞者 并且还是大脑巨人的持有者 梅林也正式地介绍起自己来 我是白剑部队的队长 福克梅林 却不料我在听后满脸不可置信 梅林居然是阿斯兰的后代 可为什么阿斯兰会改姓氏为阿登卡 我还是无从知晓 而且福克家族又为什么还会存在 看来我所想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这时雷尔沙告诉我 梅林已经和赫卡打过交道 从明天开始 他将正式进入要赛 成为我的专属剑术指导老师 如今我的奖励已经安排到位 父亲叮嘱我一定要尽早吸得全部剑术 因为自从我在大赛上完败萨米翁的卡工后 他真的猜不到 接下来长老会的人 会如何阻碍我的变强之路 与此同时在萨米翁那头 组长罗萨召见了卡工前来心事问罪 之所以你会输给阿登卡 是因为对方已经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不仅如此 你还管控不了自己的情绪 从而错失冷静比赛的时机 至此你的手臂也被刻下了无法抹去的食物 卡工完全听从母亲的教诲到了前 不过罗萨觉得输也并非坏事 这样就能让自己的儿子从失败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可罗萨也很明确地告诉卡工 如果同样的错误感再犯一次的话 他将会亲手废掉卡工手筋脚筋 卡工则是笑着表示自己会深刻铭记在心的 然而就在下一年 他的眼睛突然弥漫出了那股死亡的气息 此刻他心中默默暗道 我知道我输了你也很生气 但现在是在我的母亲面前 我希望你能够先冷静下来 祖先 好在罗萨并没有发现到异样 在之后的几天里 罗萨开始对魔法塔的人大开杀戒 理由则是因为他们扰乱了萨米翁与阿登卡大赛的攻击 同时他也质问长老会的霍利曼 为什么要雇用这群狡猾的法师 霍利曼表示自己的初衷 只是想要萨米翁获得彻底的胜利吧 殊不知这句话却更加激怒了罗萨 平生我最讨厌的就是虚假与诈骗 武者如果混到这种地步 他自然也不配成为武者 虽然我至今和卡汉也没能分出圣物 但我认为以我的方式进行下去 迟早有打败卡汉成为最强者这么一天的到来 而霍利曼自然也逃避不了该有的处动 只见罗萨恶狠狠地让他先去坐园丁 羞羞花冷静武静 等训斥结束后 霍利曼来到了卧室 用通讯时打给了阿登卡的长老会 并大声质问为什么不信手陈梦 他们两大长老会说好 要一起在第二环节和第三环节的比赛中干扰阿登卡 文言蒂洛万无奈解释道 自从卡汉和罗萨现身在比赛现场后 干扰对于他们来说早就无能为力 况且曾经的罪非少爷的实力 已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此刻霍利曼被吓得冷汗直冒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将无法逃离干扰比赛的责任 无论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他都希望蒂洛万要想尽一切办法 尽早除掉达文这条祸根 我只是在凌晨赖闯了两分半钟 无人竟想拿刀刺穿我的喉咙 好在闻到死亡气息的我及时醒过来 紧接着立马掏出红连剑随时准备战斗 也在此刻我才发现 想知我与死地的人居然是梅林 可梅林却毫无感情地告诉我 他们彼此的关系也不再是主 原来昨天在雷尔沙的介绍下 我拜了八星舞者梅林为师 只要过了凌晨十二年 他就将正式指导我学习阿登卡的全部建设 不过修炼归修炼 我还是疑惑地询问他 为什么要来这么无七抹黑的山洞 文言梅林变气愤地呵斥道 因为你得到的大脑巨人的祝福是半成体 你完全没领悟到他真正的力量 所以在没解决掉这个问题前 你都不可能从赫卡创造的魔法地牢离开 随后梅林变从兜里掏出了个魔法标准 可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浪费一丁点的时间 我必须尽快领悟剑术成为真正的阿登卡 找回这五百年间发生的一切真相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必将击碎掉坠 随即我便动用大脑巨人的力量开始发动攻击 剑撞梅林也同样暴气开启 殊不知产生的气流瞬间就将我震飞了出去 此时的我一脸猛逼 因为对方所使用的闪电色泽 以及召唤出的大脑巨人跟我完全不同 梅林露出一脸的不屑 这才是大脑巨人的真正心态 说罢他就指挥起巨人朝我发动闪电五连变 可就算我反应及时后撤成功闪避 巨人攻击散发出的电流 还是让我的身体出现了麻痹状态 这时梅林走到了我的跟前 他表示自己可能不是当老师的了 但既然我已经拜他为师 那他就会用自己认为最有效的办法 让我见识下什么才叫大脑巨人的真正力量 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中 我将鬼气剑之与绝对剑斩融合在了一起 虽说暂时能够抵挡住梅林的攻击 可在他范围性的伤害面前 我很快就再次败下阵来 明明自己黄色电流的伤害并不比对方的差 为什么就是对波不过呢 而在我沉默思索之际 梅林则是立马闪身来到了我的身后 并朝着我不断挥出横斩 这时我突然发现 梅林只要每挥动一次 那块魔法吊坠就会在自己面前赶动一次 见状我便找到剑系准备拿下这场战斗 却不料梅林早就看穿我的小把戏 我当即就在半空中扑了个空 这下轮到我露出了绝对的破绽 梅林便用剑手直击我的腰子 强烈的痛感瞬间就让我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 等我再次醒来时 朱利安开始跟我商讨下一场对决的作战技术 可眼下无论我射出多么劲爆的闪电力量 又或者增加自己的射场 都完全无法对应梅林的蓝色闪电 于是我静下心来开始思考 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大脑巨人在本质上到底有何区别 此刻有着强阔症的朱利安 见我大力水吸着水瓶 不经吐槽 明明水瓶容量大却把瓶口做这么小 听到我瞬间惊醒 他刚才说的话成了解开谜底的答案 如果把水必须成闪电 那我就只要将水瓶积碎 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出大脑巨人的全部力量 随即我按照自己领悟到的办法 重新召唤出了大脑巨人 而结果也跟我想得如出一统 只见我周身原本的黄色闪电逐渐晃化成了蓝色 伴随着强劲的电流倾泻而出 我成功将半废品升级成了完整体 梅林在看到后嘴角顿时露出邪笑 他等着一下足足等了两天半 不过在我没有成功击碎魔法吊坠前 梅林都坚决不会教我哪怕一招的阿登卡剑术 但也罢 接下来我将让梅林彻底认可我的实力 而梅林也决定使出全部力量迎接我的攻击 随着我们武器的正面碰撞 两股闪电在融合的一瞬间发生了爆炸 这一回合我们平坑秋色 彼此都被爆炸产生的气流阵飞出十米开弯 可我紧接着所使用的招式 却让梅林露出了满脸的疑惑 因为这招冰鸣残像 他深刻记得是好友雷尔沙的杀招 眼见十击已到 我便朝着梅林挥出了致命一击 没曾想在我开始动招的那一瞬 梅林就猜到了所有可能的攻击脚步 轻松就举起剑来挡住了我的攻击 不过这并非他实力强劲 而是十多年来 他对雷尔沙的招式早就见惯不完 接着梅林立即做出了回应 紧紧挥出一招侧斩 就击碎了附着在红帘上的轨迹剑直 这下惨了 如果还继续耗下去的话 对我根本无力 也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 在梅林的左脸上有一条又长又深的疚疤 如果这是曾经的对手给他留下的 那对于舞者来说就将意味着失败 恐惧以及羞辱 只见我不禁咧嘴一笑 看来这场战斗我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你知道舞者身上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吗 没错 就是又就又深的伤疤 对于一名舞者来说 伤疤意味着恐惧 羞辱以及失败 而我在看到梅林左脸上居然有条伤疤史 当即就再次召唤出了大脑巨人 逃到她的左边挥出强力一击 结果果然和我的预期如出一头 疤痕留下的阴影让梅林有异性的读异 随后我靠着流出的空隙 成功抓到戴在她脖子上的魔法吊坠 最终在闪电之力的催动下 吊坠音声破裂 我成功通过了考验 只见此时的梅林难以置信 她摸着左脸的伤疤在心中暗闹 对于一个只有14岁年纪的少年 未必也太过有老道的经验 但对于我仅用四昆天的进步 她还是很满意的 而通过考验后也就意味着 我将开始学习阿登卡的任意建树 可就在我刚从魔法地牢出来时 萨拉却一脸慌张 拿着一张报纸找到了我 原来在我打败了萨米翁最强之字卡红后 阿登卡的长老会开始慌了 再加上萨米翁长老霍利曼的威胁下 朱利安见状陷入了沉思 她知道长老会那边是故意这么做的 虽然任务看似不难完成 但怕是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危险 而一旁的小伙伴看到我似乎遇到了麻烦 也是义无反顾选择帮助我 可我谢绝了他们两个的好意 因为在我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随后我找到了院长瓦工 刚好梅林也在这里 在经过短暂的商讨交流后 我决定孤身一人前去执行讨伐任务 虽然他们也觉得突如其来的任务另有蹊跷 但我还是毅然抉择相信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长老会那边敢明目张胆给我下达任务 要么就是考验 要么就是陷阱 文言梅林一脸严肃说道 我断定这个任务有九成半是长老会设下了陷阱 你阻碍了他们的路 那他们就不得不将你永远抹住点 瓦工完全认可梅林刚说的话 如果这个猜想没错 孤身一人前往实在太过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瓦工还是极力建议让我携带几名帮手一通 虽说我很尊重瓦工给的提议 但是我还是郑重地告诉他们 与长老会矛盾酿成的战争因我而起 所以必须由我自行解决 证明自己的实力不容小缺 最终瓦工和梅林没有再干涉我的决定 他们同意我前去冒险挑战位置 并且这也是我变强道路上无法避免的宿命 之后瓦工找到了校长赫卡 并将当才发现的事情全部告知 可在得知发布任务是通过阿登卡的长老会后 赫卡却是陷入了沉思 毕竟即便地落万他们阴险狡诈 他们也没理由给我下达任务 看来其中所牵扯到的友情不止 就在这时 魔法水晶突然传来守城士兵的紧急报告 他们表示在城门的百米族 出现了一个手持武器的不明武者 而且口中一直重复着要进取红色要塞找他 此人正是第一季结局出现的神秘家族 为了预防是不友善的敌军 士兵们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 但对方似乎并不想放弃 施展魔力准备在城门前杀出一条血骨 然而就在下一年 他的全身就被绳索给束缚住 只见赫卡从天而降 他严肃地告诉对方 我从你所使用的武器就知道你是谁了 但我想知道为什么瑞文 你要来红色要塞无理取闹的破坏 此时身旁的管家瑟康剑主子遇到危险 本想及时出手解救 却被后面赶来的瓦工用魔法静咒控制住 见识到对方实力过分强劲 瑟康一时间也不敢心举妄动 而且在他面前还有另一个使用武编的大用 不过他还是询问起对方的身份 我猜你们就是红色要塞的校长和院长没错 文言赫卡肯定了他的意义 可就在他们对话的期间 瑞文居然正拖开了绳索的控制 见状赫卡露出了一脸震惊 毕竟对方的年纪和马龙的年纪差不多大 就论达文在短时间内也未必能轻松逃脱才对 原以为双方将会就此展开战斗 却不料瑞文居然露出了满脸期待 因为在得知攻击他的人就是红色要塞的校长后 他就能将自己的小小要求告诉赫卡 与此同时 我按照任务的指示 来到了土耳孔森林的入口处 而完成任务的指标 是让我前去消灭一只普通的地金哥布林 虽然看似很容易完成 但警惕性确实要比使施级任务要更高才行 很可能那些普通哥布林出没的位置 就有阿登卡的长老所设下的陷阱 况且哥布林往往都是以群居为主 智商在同等级别的魔物中也相对更加聪明 即便要牺牲众多的同伴 他们也会设计出最佳的捕捉方案对付敌人或者猎人 朱利安听后十分佩服 看来为了让长老会见识到我的实力 我的功课做得十分到位 但为了安全起见 朱利安还是表示他会制定几套紧急应对方案 文言我对他说了谢谢我 便翻身跳到了马车的上方 丢给了车夫一袋子钱并说道 如果不想遭遇魔物的攻击 现在立马掉头离开这片森林 听到我说的话 车夫气愤的本想操我几个 因为附近根本就看不出所谓的危险 可没等他把话说完 站在车顶上的我就闪身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 等我安全落地后 我来到了土耳孔森林的深处 接下来我将找到哥布林的部落完成任务 说道我便将红莲剑插在地上 并在上面附加了闪电之力 紧接着再召唤出了完整形态的大马巨人 虽然蓝色的闪电并不具备强大力量 但它所覆盖的范围却极其的广 所以在此之后 我将用电流覆盖周围三千米的区域 捕捉到这里的一举一动 很快 从电流冲出去的方位 我发现到了一只地经哥布林的动向 可等我感到是 眼前的怪物却让我感到了毛补怂 这跟它见过的哥布林根本不同 体格更大不爽 身体散发出的强劲魔力和印记 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在此等危机的情况之下 突然间 就又出现了另一股强劲的魔力 踏进到了电流区域之中 没等我思索到底是什么魔物石 一到攻击就精准打中了我身后的树 看来对方是有意冲着我来的 原本我还以为是长老会的人 没想到居然是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牛逼的地经哥布林 不仅能做到断臂快速修复 还拥有着人类的意识施展敬重魔法 而在我见到这只哥布林的第一夜时 它全身都散发着暗紫色的邪恶气息 身体上还刻有奇怪的印记 见状朱利安很确信地告诉我 这是有人在暗处使用黑魔法 创造出来的奇美拉幻想 跟之前在进去红色要塞前 院长瓦共所操控的蓝铜白虎一样 果然长老会委派的任务看似简单 实则暗藏玄机 于是再不能断定这只哥布林的等级实力 我决定前往别处 查明到底是谁在背后操控的他 可就在这时 在我覆盖的电流领域中 突然又闯入了另一股强大的魔力 没等我思索接下来的应对措施 一柄被附魔的长矛就朝我发起了攻击 好在我及时下蹲才勉强捕 不过当我看到偷袭人的真面目时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因为对方居然穿着红色要塞的笑容 以及佩戴了九级学员的徽章 并且他的面孔我根本就没有见过 而等瑞文见到想要挑战的人后 他则是露出了满脸的期待 达文 跟我决一死战吧 看看我们之间的实力到底谁比较强 然而没等我询问对方的身份 刚才攻击产生的动静 竟把那只魔争的哥布林吸引过来 在锁定了我在的位置后 哥布林便抡起双拳猛地朝我发起进攻 见状我立马使用双走纵身一跳准备逃避 整料瑞文却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对于眼前的哥布林他从未见过 感觉对方似乎并不知道 哥布林是制造出的幻想 我连忙对着他大喊道 赶紧给我跑 这只哥布林的实力我们无从之行 盲目的攻击只会丢了性命 可话音刚落 哥布林就再次发起了攻击 这下糟了 他转移了敌对目标 原本我以为找我挑战的人会陷入危险之中 却不料对方仅是一个抬手剑 就控制长矛阻止了处于狂暴状态的哥布林 意识到他的战斗力非同一百 我感到极其的不解 因为在九级学员中有这种实力的根本没有赢 哥布林的攻击要么打到空气 要么就是打在地板上 根本就拿瑞文没办 不过瑞文知道戏耍也要有个度 毕竟反派都死于攻击不下死手 随即他抄起手中的长矛 动用起他所获得到的祝福能力 贯穿一切的顺身 只见他连同心脏部位 将哥布林的手臂一并斩下 这不禁让我怀疑起他的身份 因为他的实力可是在于我之上 心想难道是长老会派来的取我性命的剑子 可原以为哥布林将会就此倒地死亡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让我和朱利安坐立难安 只因眼前哥布林的断斗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重生 甚至还长出了蛇一般的鳞片合拢一样的脚 瑞文在探道后整个人都下马了 此时我唯一能感受到 就是这只哥布林的实力再一次得到了增加 随即便大喊让想挑战我的人赶紧逃跑 然而为时已晚 哥布林的爪子即将命中他 好在关键时刻出现了无数的魔法细线 将哥布林的行动完全限制住 从魔法使用者身穿的衣服来看 这个人就是他的管家没错 瑞文再见到瑟康前来营救后 那颗恐惧的心终于得到了解脱 可还没高兴个两分半 那只哥布林居然在肌肉绷紧的瞬间 就挣脱开了魔法细线的束缚 紧接着便蹲在地上施展起静皱法阵 瑞文见状露出满脸惊恶 这哥布林已经完全颠覆长领了 这难道是某种区域的变异暴吗 而在下一秒 原本想继续发起进攻的哥布林 竟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之中 此时在不远处的悬崖上 一个黑衣男子正观 磨着刚刚打斗的场面 奇美拉幻象正是出自他的手 看来他才是长老会暗地里前派的杀手 男孩明明是拥有极高技艺的枪法施加 如今却甘愿留在其他家族打杂工 不过瑞文并非为了赚钱养家 而是想要向我提出决斗挑战 只因在不久前 我打败了萨米翁的最强子次 于是原本以打败卡工为目标的他 就将矛头锁定在了我的身上 只要能够打败我 就意味着他将成为这片大陆 他们来自名为瓦迪卡的国家 我感到极其的陌生 反观朱利安却是显得有些慌张 原来瓦迪卡是除了萨米翁和阿登卡 两大强国外的第三强国 是在枪法领域的佼佼者 而且据说瓦迪卡只有一名子次 也就意味着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锐文 将会是未来瓦迪卡国家的候选领导者 可他为什么会成为 阿登卡名下红色要塞的学生 我仍是感到极其的不解 朱利安则认为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因为如果能跟他同行的话 长老会的人根本就不敢轻易对我下手 毕竟人家可是瓦迪卡唯一的继承者 要是出了点什么差错 分分钟就可以摧毁掉阿登卡的长老会 不仅如此 瑞文甚至还掌握着超强的枪法技 对于现在面临的处境 无疑是锦上天花的援军 文言我不禁咧嘴一笑 能够想到如此精密计划的人 也只能是赫卡和瓦共了 看来在回去后得好好表达感谢才行 就在这时 瑞文的管家瑟康严肃地质问我 他想知道关于刚才那只逃跑 魔证哥布林的相关报告 因为这根讨伐任务上面描述的实力 简直就是两个层次 如果不能给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他家的少爷将不再参与执行此任务 毕竟瑞文加入到红色要塞中 也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偷袭 整料话刚说完 瑞文就闪身挡在了色康的面前 这些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他必须完成一件更加重要的事 只见他竖起食指指着前方 达文 请接下我向你提出的单挑决斗邀请 听到我这才想起这家伙好像刚才就说过 他是专程前来找到的 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 堂堂瓦迪坎之子挑我决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此刻瑞文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那当然是因为你打败了萨米翁最强之子 原本我之前的目标是要打败卡工 但似乎命运齿轮的转动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将成为我不得不打败的目标人选 而他对我执着的热情以及老实憨厚的性子 让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将会和睦地相处下去 可我现在还在执行长老会下达的讨伐任务 所以关于单挑的事我果断拒绝了 瑞文连忙劝说就这一次 如果自己输了的话绝对不会再找我决斗 我则是告诉他我还没做好充足的准备 瑞文瞬间就躁动起来 还大口大口骂我是小气鬼外奸胆小鬼 可无论他怎么骂我 我的想法都不会轻易改变 于是我再次笑着和他说道 在没打败掉那只魔争低歌不领钱 我是不会同意和你单挑决斗的 瑟康健壮顿时就觉察到了不妙 他知道自己主子的性格 果然就在下一秒 瑞文就提议 他将全程陪同我一起完成任务 瑞康眼见事情越发不可收拾 也是不断劝说他的主子不要擅自做出决定 整料一切都为时已晚 瑞文对单挑的这件事算是彻底走火入魔了 但瑞康也不得不佩服我下的这一手好戚 画面一转 我带着瑞文他们来到了土耳孔森林的城区 毕竟要想打败那只强到离谱的哥布林 保证足够的补给和睡眠也是相当重要的 可尽管有好酒好菜相待 瑞康还是认为这笔买卖不划算 因为他们可是卷入到了一场很危险的风波之中 突然 我闻到了上一世被囚禁在萨米翁地牢魔力的味道 为此我感到异常的懵逼 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才对 而在我思索之际 一个身穿白色斗篷的人从楼梯上走得下来 那股恶心的气味正是从他的身上传出来 于是我立马闪身挡住了对方的路 整料那人再见到我的第一眼 居然吓得差点尿失禁 甚至还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这不禁让我更加怀疑是有人故意这么做 紧接着我当即揪起他的衣领质问道 到底是谁派你过来这里的 整料话音刚落 存在于对方身上的诅咒瞬间启动 只见他的身体不断出现血红色的裂痕 而且这股魔力跟所谓的大恶魔完全一样 见状我急忙拔出红连剑随时准备反击 这时在看到我反应异常后 瑞文和瑟康也走了过来 但我告诉他们这个人的魔力已经出现失控 再过四坤秒半毕将原地爆炸 文言他们露出了一点的疑惑 甚至理解不到我说的意思 看来此人真就是冲我而来 其余人根本感受不到这股恶心的魔力 突然那名斗篷男子的面部出现崩坏 魔力从他的蹊跷倾泻而出 随后当着我的面就发生了爆炸 也在这时 瑟康总算是感受到反应了过来 只不过我们真的能够逃出生天吗 少年以牺牲心脏为代价 拯救了被爆炸威胁的群众 可到头来群众不仅没有感谢 反倒还只认这场爆炸是颠倒是非 就在刚刚 一个不明男子突然面部猙獰 现在的他就犹如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 可由于此人是冲我而来 除了我自己以外 包括瑟康瑞文在内的所有人 都无法看到男子出现了魔力失控 为了不伤即到无辜 我当即大喊让众人赶紧逃跑 前方有一颗定时炸弹即将爆炸 听闻此话 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而瑟康虽然不确认炸弹是真是假 但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家少爷的生命安全 便立马施展魔力制造出了防御之王 只是即便我做到了这等地步 最终在那个男子的身上还是发生了大爆炸 看来唯一能逃出升天的办法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使用绝对剑斩 而在爆炸的一瞬间 瑟康和瑞文总算是觉察到了魔力外形 但一切都为时过温 他们根本就无法上前协助我 可就在他们绝望之际 一道诡异的亮光突然就出现在了爆炸之中 紧接着那股导致爆炸的魔力请客消失不见 只剩下我一个人举着剑满出攻击结束的架势 瑞文和瑟康满脸不可置信 但在看到我失去意识倒在地上后 瑞文便立马上前把我搀扶了起来 至于瑟康则是陷入了沉思 他是真真实实 看到了我用一种奇怪的剑倒切开了爆炸 此时瑞文正护送着我到事先开好的房间 而朱利安见我差点丧命也是指责起我们 因为我竟不顾心脏所能承受的极限 强行连续使用了三次绝对剑斩 虽然幸运的使命保住了 但接下来绝对不能再贸然使用魔力 等来到房间后 我便请求瑞康和瑞文做我临时的护卫队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必须通过冥想来消除疲惫恢复伤势 文言瑞康严肃地询问道 明明这是第一次的见面 为什么你如此信任的过我们呢 要是对你图谋不轨你就完完了 我则是淡定地回应道 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 瑞康你乃是一名七星无止 实力完全在我之上 要是真的要加害于我 恐怕就算我明不明想都没什么区别可言 瑞康明白了我的意思 于是我便在他的魔力之网的保护下开始明显 这时瑞文突然提出了疑问 那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在刚才的爆炸中存活在 可即便是身为七星无止的瑞康 对于用剑就能切开爆炸 完全是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这不禁让瑞文更加迫不及待于我的决战 在他看来 我就是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强者 可就在此刻 那名因为不明爆炸而死去的男子 在不知不觉间就化成了灰烬消失在了空气中 瑞康见状思绪紊乱 看来他必须从我那里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时间很快来到了凌晨半夜 我顺利完成冥想恢复的伤势 等我从之王走出来时 瑞文已经睡了过去 随后我便告诉朱利安 从那名爆炸男子身上得到的信息 他虽然不是武者 但却能像我们一样在心脏存储魔力 而且在他的身上还散发着萨米龙监狱的味道 初步猜想 他很可能是心脏被注满魔力的死刑犯 至于是不是冲我而来 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调查 突然 瑟康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他有一件事想要问我 为什么爆炸时 我第一时间不是选择逃跑 我的回答是 保护无辜的群众遭受波及 而且如果换作是瑞文 我相信他也同样会跟我做出一样的选择 瑟康听罢很是满意 不仅是因为我拥有着正义之心 更是拥有着一把正义之锦 在目前看来 把自家少爷托付给我完全没有问题 于是为了表达对我的尊重 在这次的讨伐行动没结束前 他都不会跟随干扰 只是我完全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离开任务 与此同时 在土耳孔森林那边 长老会前拍的杀手 正密谋着一个恐怖计划 这是一片会发生爆炸的卢尾群 一旦有生物体感踏进 便会瞬间触发杀伤力强劲的大爆炸 朱利安健壮立马就指出了其中的一点 因为卢尾群只生长在潮湿的沼泽地里 也就意味着 他们很可能中了别人设下的陷阱 而就在两分半钟前 我跟瑞文正出发寻找那头魔化的哥布林 可由于没有瑟康这名七星五指的绑架护航 朱利安很是担心在讨伐的途中会出现插头 虽然昨晚我已经顺利完成了冥想 但目前存在于我心脏的伤势还尚未恢复 所以他觉得目前最保守的 就是暂缓讨伐行动 文言我当即否定了他的建议 要知道敌人越是威胁 那就更不能留给对方越多喘息的时间 就在这时 走在前面的瑞文突然猛逼地回过身来 询问我现在到底要去哪里才能找到那头哥布林 我和朱利安听罢都无于死 还以为这家伙走在最前面是知道点搜寻技巧的 随后我则是告诉瑞文 在我录下的电流区域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也就是说 那道传送魔法已经将哥布林传送到距离更远的地方去 但尽管这样也未必能瞒得到我 只见我撸起袖子就准备进行下一个计划 前世的我就曾多次靠着他追踪到逃跑的魔物 紧接着我便在附近的草丛堆里翻来覆去 果然不出我意料 我发现到了哥布林沿途拉下的排泄物 而后我又在一些树干上发现到了巨大的抓痕 虽然这是哥布林常用的记录方式 但从尺寸来看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哥布林所谓 而且在较为潮湿的地段还留着又深又大的脚印 靠着所发现的线索 我们成功找到了一片茂密的芦苇区 这里同样也有排泄物和较浅的脚印 可就在这时 我突然顿感不妙 瑞文剑心神不定的我也是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则是从细微的方面解释到 这一路来的搜寻技巧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图中的衔接未免也太过简单紧凑了 就好像是有人故意指引的 怎料话音刚落 在我的脚底赫然出现了一个魔法光圈 紧接着便发生了猛烈的大爆炸 索性我和瑞文的反应及时 这才避免被爆炸的威压所波及到 与此同时朱利安也皱起了眉头 按道理芦苇应该生长在较为潮湿的沼泽区域才能 文言我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随即便在较为中间的区域动用起了闪电之力 强劲的电流瞬间就在周围四散开来 准备逼出躲在某处的幕后黑手 而就在闪电触及到芦苇的末端之际 前方突然就浮现出了一道防御魔法 强行将我的攻击给挡下来 只听在我面前的人说道 看来我确实小看你们这群小屁啊 但接下来 哥哥我可就要按委托拿走你们的脑袋 没错 此人正是长老会派来的杀手卡瓦尔 听到我的窃心没有钉脸动摇 反倒质问到底是谁委托他来杀我 卡瓦尔则是毫无忌讳地说道 只要能砍下你的向上投入 阿登卡的长老就会给我一亿金币作为报酬 此刻我气的费都要炸了 果然从开始执行讨伐任务时 我就已经落入了长老会的套圈之中 而就在下一轮 我和瑞文纷纷嗅到了身后弥漫着浓厚的杀气 至于卡瓦尔则是更加肆无忌惮的狂笑 哥布林给我上 两分半后我要看到他两人头落地 与此同时 我和瑞文都超出了武器准备作战 心有灵犀的我们甚至在哥布林还没攻击时 直接就对他使出了必杀技 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哥布林居然在扛下攻击后毫发无伤 卡瓦尔剑撞也不被喘息了时间 接连朝我们的方位投射出了魔法攻击 虽然这根本无法对我和瑞文造成威胁 但在强行使用了绝对剑掌握 我的心脏再次传来了死亡警告 卡瓦尔见我一副狼狈的样子也是嘲讽了起来 就凭你们两个小屁孩 怎么可能打败我和我的宠物的呀 只不过在听完他的话后 我却是露出了一脸微笑 接着朝着天空说道 最起码也得把哥布林留给我们了 此刻的卡瓦尔一脸猛逼 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事情的严重性 煞时间 只见无数的魔法线条将卡瓦尔的全身包裹住 随后在瑟康往后拽的那一刻 卡瓦尔直接就被撕碎成了一片片的碎渣 等将其解决掉后 瑟康立即就向我道歉 因为之前他就说过 不会继续干扰我的讨伐任务 可看着有人攻击自己的主子 他还是忍不住必须出手 文言我也并没有怪罪瑟康的所作所为 毕竟人家杀的人本就不再讨伐任务 但就在下一秒 瑞文的神情突然变得格外慌张 因为他看到落在地上的 只有卡瓦尔的衣服没有尸体